我們文化局新聞及國際關係業務報告及執行 現在本市全國今天的會議正式開始 首先向台肺做一孩報告 今天請教的官員有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林建選副處長 因為參加市政會議要因素請教 第二點請我們局長處長在業務報告進行 先介紹我們本局本處的臨員 業務報告時間為10分鐘 第三點 諮詢順序依台南市議會議員諮詢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進行 第四點 我們中午議程到12點半 我們中場休息 我們要補兩點就繼續 因為要讓大家用餐 用一段時間大家可能 到沒什麼到這樣 以上的報告 現在我們先請文化局先介紹 我們本局所有的臨員 以及我們的業務報告 大會主席林議員以及陳議員 各位議員先進 新聞國際關係處的各位同仁 文化局的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那首先先向大會介紹 有關我們文化局相關的一些同仁 那我們的人事並沒有什麼異動 我們副局長周雅精 主任秘書林偉旭 藝術發展科楊科長 文化建設科梁科長 以及我們文化研究 古銀科吳科長 文化研究科圖科長 那文創科劉科長 以及文化園區管理科黃科長 那永華文化中心管理科黃科長 那民治文化中心陳修成科長 以及文資處林處長 那我們圖書館洪館長 我們秘書室蔡主任 以及我們人事室胡主任 那政風室張主任 以及會計室李主任以上 那接下來跟大會來報告 有關我們在 從去年8月一直到最近 我們整個文化局的一些成果的部分 那這幾年來 其實文化工作生活議會 各位先進大家的一個支持 那得以非常順利的一個開展 所以文化局的同仁也非常的努力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也展現出了一些 文化上的一些成果 那大概分做八個面向 來跟各位議員先進來做說明 那在有關城市亮點的部分 我們在去年 針對五大文化園區的部分 已經完成了兩個文化園區 一個是大木匠文化園區 那一個是 剛 經過100年的焦八年事件 紀念文化園區 兩個園區目前已經都非常 這個經營良善 那而且在整個山區的部分 也因為有了一個 焦八年事件紀念園區 讓焦八年的一些藝術文化 有一個交流的一個平台 那另外在去年底的時候 那市長也特別前往 沿城圖書館辦理了沿城圖書館的一個啟用 那也謝謝陳怡貞議員 當時也特別到場做指導 那也提供了我們沿城地區的市民 有一個非常優質的一個閱讀的一個環境 那另外在藝術發展上面 其實藝術禁區我們這幾年辦理 其實已經對地方藝術的一個擾動 帶來非常大的一個效益 那參與的民眾也越來越多 那去年我們辦理了總共有36場 有23,800人次的參與 那另外就是在去年底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在海岸路辦理了 街疫狂想 那這個全國性的一個街頭藝人大賽 那也對去年疫情的尾聲 那提振了一個城市的一個活力 那另外去年下半年 我們首次辦理了台南文學祭的一個活動 總共有一場盛宴兩場的特展 三場的文學旅行路線 還有四大節慶 那八種城市的文學體驗 十場的文學講座 那可以說內容非常非常的豐富 也體現了這一個城市的一個文學的一個內涵 那另外就是在去年底的時候 台南市美術館以及台江文化中心 相繼的動土 那我想台江文化中心是一個由下而上 這個所謂的公民共同參與的一個文化中心的一個 興建的一個非常具有典範性的一個代表 那未來將有圖書館 終身學習 以及演藝廳三大功能 合而唯一的一個台江文化中心 那另外在今年初所辦理的月經港燈節 雖然歷經了所謂的疫情之後 以及2月6號的一個地震 但是這個活動 那依然為城市注入了一些活力 那同時我們也利用這一次的活動 那在最後的一個閉幕的時候 用習登民眾的方式 為罹難者還有受災者來做祈福 那參與的民眾也達到60萬人次以上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今年2月的時候 已經順利的評選出 我們新的總管的一個淨圖案 那由詹馬龍、陳玉玲 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跟荷蘭的事務所共同來提案 拿到這一次的一個設計案 那目前已經在進行細部設計 我們希望在2018年底的時候 我們台南市就有一個非常嶄新 現代化的一個圖書館 那在新營美術園區這幾年來的推動上 那我們已經把整個所謂的 新營美術的藝術廊道已經把它打通 那在今年的3月底的時候 我們特別透過藝術策展的方式 用所謂的小鼠這樣子的一個藝術 那主題叫做童年黃翔曲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讓整個新營美術園區 那整個活了起來 那原本是大家比較卻步的這些 所謂的鋼構的廊道的部分 現在已經成為大家非常喜歡 到訪拍照的一個地方 那在台南新營獎跟台南藝術博覽會 這個部分已經成為我們 每年在所謂的視覺藝術上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那今年一樣 我們有評選出20位非常傑出的 新一代的藝術家 跟我們的藝博會來做結合 那帶動整個藝術的市場 那也讓這些年輕人有機會 被更多的收藏家來看見 那台南藝術節今年從3月26號已經開始 那總共有52個團隊 要進行117場的一個演出 那至目前的演出 其實票房都超過八成以上 可以說每場的演出 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今年最後的演出 是在6月11號跟12號 有一個博物館之夜選擇的地點 就在奇美博物館的廣場前面 是奇美博物館開館以來 第一場戶外大型的一個演出 那麼我們邀請了五個國家 八個國際的這些音樂家 跟一位荷蘭的指揮家 來擔綱演出 所以勢必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一個表演 那文化資產的守護 更是我們台南市非常重要的 一個文化推展工作 那在去年以及今年初 其實已經有了非常大的一些成果 以跟中央爭取的經費來看的話 我們總共爭取了 將近3億的古蹟修復的經費 那這些經費包括了 台南水道的修復經費 以及水交社的修復經費 那台南水道目前已經開始動工 那水交社也可以在近期 就會開始來進行修復的一些工作 那在五型文化資產的部分 這幾年來我們積極的去查房 調查 然後予以登陸 那目前五型文化資產的 這傳統藝術保存者 已經達到48項 那另外的民俗文化活動的部分 已經達到29項 都是全國數量最多 那有了這些登陸之後 其實我們也積極的在推動 所謂的文化資產保存 傳洗的工作 所以也將傳洗的工作 帶到校園 帶到社區 那另外就是老屋再生的部分 這幾年透過我們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 那給予民間私有老屋的補助 所以也帶來了一定的一個效益 那我們目前也在建置所謂的資材銀行 目前是在蕭榮文化園區 希望能夠在今年9月可以掛牌來啟用 那民人故居的部分 我們目前已經調查了152位 那也陸續的掛 進行掛牌的工作 那另外就是近期的工作重點的部分 我想我們在古蹟的委外方面一樣 非常強調他們的一個所謂的經營的一個成效 所以我們不定期跟定期的會針對這些委外單位 進行一些考核 那另外就是三二一項的一個藝術居落 現在也成為很多藝術家 包括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工作者 大家非常喜歡到訪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年會針對空間的改善 老屋的修護 繼續來進行 那也引進更多的表演藝術團隊 進到我們這個園區 那在國際藝術村的部分 蕭榮文化園區 目前已經是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國際藝術村 那以去年為例 那參與徵選駐村的藝術家 全世界總共有364位 但是我們只取了10位 所以競爭是非常的激烈 那入選的藝術家也非常非常的優秀 那另外就是在文化中心藝文的推檔活動方面 那我們目前的每年辦理的這些場次 可以說是全國最多最多的 那也吸引了很多的藝文觀想人口來參與 那包括我們的地方文化館 文化生活圈都是我們積極推動的 那社區總體營造更是市長非常重視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目前社區總體營造 在今年的提案單位已經超過了150個社區 那包括我們的文創園區的部分 藍賽圖文創園區 市營運當中已經帶來非常大的一個效益 那我們文史方面的一些研究發展與推廣 包括出版的工作 在去年底跟今年初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的作品來產生 那我想這個都是我們持續推動的一些工作 那有關我們公共圖書館業務的推動 跟各位議員先進報告 我們在去年借月的測數已經達到760萬冊 平均市民每一個人已經超過4冊 那麼目前僅次於台北市 那可以說每年透過我們整個圖書館空間的一個優質化 那其實可以帶動更多的市民走進我們的一個圖書館 那麼我們目前也有行動圖書車 那麼我們也把圖書送到我們的工廠公司 讓大家可以就近借書來做閱讀 那台南市的文化工作內涵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這幾年來感謝各位議員先進的一個支持跟協助 那麼往後我們針對我們的文化工作 會繼續的努力繼續的來加強 以上報告謝謝各位議員 好謝謝我們文化局長葉局長的報告 來請我們新聞處長 介紹我們所有的我們家裡的董事 新聞處的同志 那葉务報告10分鐘 有 大會主席林議員還有陳議員 還有各位議員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是新聞及國際關係處的處長許淑芬 我在頂禮拜接接一個新的職位 請大家做指教 在工作報告之前 我先介紹我們本處的同仁 副處長林建賢 因為現在在開市政會議 所以他現在請教 那接下來是傳播科科長簡家瑋 國關科科長陳怡君 綜合企劃科科長楊禪華 警視科科長方瑞為 首先我要代表新聞處 跟各位議員及先進之上最高的敬意 感謝這段時間來 對我們的一些支持跟指教 那本處的工作報告 請參閱153號和156號 那我在此裡濃縮成9.4大類 來跟大家做報告 那第一到二是市政宣傳 還有雨情的發布 第三到第四是媒體的服務 第五是防災 第六到九是城市的城市外交 那第一部分是多元化的城市宣導 我們利用我們在地點注 還有平面的媒體 還有廣播電台 有線電視進行廣告的尾刊 然後把我們施政的重點 能夠跟民眾溝通 那我們也繼續編了優活台南的四刊 它是一個祭刊的方式 每期有2萬5千份 那同時呢每一期也同步發行 旅遊美食的諜策 同時我們在YouTube上 也有一個台南市政影音的頻道 來宣傳我們的一些政績 再來就是在Nine方面 持續經營 我們是台灣第一個有Nine的官方帳號 到目前為止大概有97萬 是Nine的接受者 再來我們還有台南新聞電子報 台南Weekly 那目前的訂購有3萬5千多 那現在大家都習慣用社群 臉書這個平台來做溝通 所以我們也在經營了台南黑皮 南市新聞跟台南news的這個粉絲團 還有南市第三公用頻道的粉絲團 那這些粉絲團的人數也都持續在增加當中 那接下來是我們辦理了台南新時代的跨年晚會 這在高鐵那裡 那吸引了去年 今年的跨年晚會 吸引了大概2萬5千名的人參加 那在新聞發布跟雨情方面呢 也持續的針對那個重大的市政建設還有活動 持續發布新聞 接下來是這一個管理的 有效去管理大眾傳播業 我們去進行了查查及輔導錄影帶業者25家次 然後請警察去查處不妥的廣告有35折 那配合觀光旅遊局去查賓館有75家次 然後如果有業者沒有將成人頻道依規定鎖碼 當場我們會要求改善 然後到目前為止我們去查戲院移動查了26家次 那接下來是加強有線廣播電視及公用頻道的管理 提升服務的品質 然後我們這幾年加強查查取締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提供收視庫最合理的收視費用跟服務品質 一共接受民眾的申訴有277件 然後也鼓勵要跟社區多結合善用 公用頻道 那這個公用頻道的部分 我們共受理的脫波影片及廣告CF有55件 跑馬燈317折 那也第一次我們台南跟台辦的直行的社區棒球交流賽 辦了六個場次 然後用這一個公用頻道去做宣傳 那同時我們也辦了這一個阿兆烏風雲跟灣森回家的電影特應會 那同時我們公用頻道也進行了社會的增鑑 那104年46件來投鑑 105年有100個來投鑑 那有入選六件計畫性的作品 那預定在今年的7月要舉辦這一個成果發表會 接著是在防災防震的宣傳方面 在防災防震我們一共發布了新聞稿133行 在優勝電視有14件跑馬 6件是在做廣告的宣傳 然後在0206震災期間呢 我們也大概服務了200多位左右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 立即的將各種訊息能夠傳給媒體 接下來是辦理城市外交的部分 去年的8月5號到8月10號呢 有出訪日本工程縣還有姐妹室仙台室還有金澤室 8月8號前往石川縣金澤室參加第一屆的台日清上議員交流會 接下來是去年的10月28號到31號出訪日本來宣傳我們台南大阪直航 並拜會大阪市的府屆市及客資市大京市來推廣我們直航的航線 宣傳台南的觀光 那去年的11月14號到11月15號出訪日本金澤 參與金澤馬拉松的應援活動 然後為我們台南市去參加這個馬拉松的朋友來打氣 最後一個是這個姐妹室還有國際城市間的交流互訪 在我們這段期間辦理的國際城市首長議員駐台使節 新聞媒體等重要訪兵的拜會還有蒼方古今 共接待了30國623人次的外賓 然後也包括2月27號0206的震災追思會的時候 有28國31位的駐台使節參與 然後3月11號國際攬展的時候有14國14位的駐台使節 也特地來下參與我們的攬展 然後也安排他們去參訪古蹟行銷台南 那去年的12月3號在大阪市辦理的日本關係地區行銷台南記者會 為台南的實力就是吃東西的實力來推薦 那以上是新聞及國際關係處的報告請各位議員指教 請我們所有出席議員 如果要對我們文化局 然後我們新聞處 我們一些業務的質素請市長 來好 首先我們要請陳宜珍陳議員10分鐘 謝謝主席 我在現場所以也要碰到一下 怕你們最無聊 我想那個局長 文化局局長 剛才慧淺你有跟我說的 我想也透過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我們冰工廠那邊 整個規劃其實附近的住戶都非常非常的關心 那我想透過今天這個質詢這個機會 你是不是跟我說一下 你們最近在那邊到底打算要做一個什麼樣子的 有什麼樣子的計畫 是 跟陳議員報告 有關三二一項藝術聚落 其實這幾年來的發展 都是用最低調的方式 不是非常大的建設 其實我們是希望把那個區域的文化歷史展現出來 而且希望把周邊的空間加以優質化 對當地生活的居民來講 他們會提升他們的一個生活品質 所以目前在做的就是我們跟陳湘辛風茂 所提的一個案子 希望做那邊的所謂的硬鋪面 的一些綠化跟美化的工作 大概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工程 綠美化的工作 就是你現在有圍離圍起來的部分 那個整個就是要做一個綠美化 那未來民眾看到的那邊 是什麼樣子一個空間狀況 未來民眾看到就是一片的綠地 大家可以走到那邊散步 不會像現在夏天到了整個那個水泥鋪面 非常非常的熱 那民眾可能也會擔心說 那之後我們的停車怎麼辦 另外我們還是有規劃一個區塊的 這個公共的一個停車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部分其實都有考量到 未來那邊就是可以綠美化 民眾可以在那邊休憩 然後也有部分規劃停車的空間 所以我想這邊也是要在赤坑局長 這邊提醒 我想在做任何的工程之前 其實里長是地方第一線的這個父母官 一定要讓里長知道說我們在做什麼 然後讓因為民眾會去問他 你們到底是要做什麼 然後結果民眾去問他 他都不知道他也被罵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我們未來有任何的工程 尤其不管是我們321這個藝術聚落 還是附近有任何的工程 我想我們都先去跟里長那邊溝通一下 那讓民眾來問他 他可以究竟的回答 也可以幫你們解決一些問題 不要說民眾都跑來問你們 你們也很頭痛啊 那我想我之前看到我們這個321藝術聚落這邊 我們之前0206地震的時候 有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有一些圍牆倒了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因為有影響到 因為那個巷弄很小 那整個圍牆倒塌是把路堵死了 所以我們也在當天就把它清理乾淨 讓我們的民眾出入更方便 那有一些老房子前面的圍牆都有橫向的裂痕 那麼這部分我們副局長也跟相關的工程單位都去會看完了 大概我們也有爭取到一些經費 會把圍牆就是說日治時期的那個所謂的牆跟後期加建的 其實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分開處理的 所以我們會把後期加的一些專牆的部分先把它拿掉一側安全 是我想這個321藝術聚落其實在我們北區這個地方也是很難得保留的一塊非常棒的一個日式宿舍的聚落 那我想也是期待說我們 我當然現在有一些藝文團體有在那邊 那我想怎麼樣讓它更加的活弱 其實也是可以連帶的去帶動地方的發展 我想除了藝文團體的進駐以外 然後我想未來怎麼樣去規劃 讓它變成是一個地方 也是一個比較可以更吸引更多觀光的人潮 可以來台南附近走一走的時候可以想到這個地方 我想這個部分可以再加強來推廣 大概有幾個部分也跟議員報告 大概我們除了說有一些藝術家 進駐在我們的三二一項這個藝術聚落之外 那麼我們每年在這個藝術聚落裡面 也有一些所謂的小戲的表演 小細節 這幾年也辦得非常獲得很多民眾的喜愛 那另外就是跟大專校院的一個合作 像我們跟成功大學也有合作 那引進了荷蘭的設計師在我們的聚落裡面 那另外就是說也跟像昆山科大等等 這些大專校院相關設計系所 也都邀請他們一起來這個藝術聚落來參與 所以我們大概會朝議員剛剛指示的方向繼續來努力 我想提供一個平台這樣是非常好 尤其在那個地方其實有這樣子的氛圍是非常棒 我想我們也是很期待跟樂見 那另外再請問一下局長 那最近很夯的很熱門的 我們的藍賽圖這個文創園區 其實全部都開幕了嗎 所有的店家 所有的應該進駐的都已經完全都已經營運了嗎 跟議員報告 目前還有三家 還有三家 那陸續在最近四月剛啟用的是不在宿舍 那另外還有三家 那另外這三家的話 目前進度大概一家大概都五月份大概完成 比較慢的原因是什麼 這幾家比較慢開始的原因是什麼 慢開始的原因因為我們是老房子的修繕 所以其實他們要怎麼修繕都必須文化局來同意 所以跟他們討論了非常多次 就不希望說因為修繕之後整個面貌被改變 所以有一些審查其實都還在審查中 那必須要跟業者溝通一下 就是說我們希望說能夠保持原有的這樣子的一個面貌 不然的話我相信很多市民看到了也會覺得說 怎麼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我們是非常嚴謹在把關 我想這個當然保留原貌很重要 因為剛好我們去年12月底應該就開始市營運到現在 現在已經快要五月了 那其實陸陸續續還有看到店家在開始 那所以其實是想了解說到底到什麼時候 完全都可以進駐完畢 預計什麼時候所有的這些廠家們都可以再進駐完畢 目前我們審查他們的計畫跟他們的工程進度 大概有兩家應該都可以在六月底完成 那剩下唯一一家我們目前還在跟他們的建築師在做討論的部分 所以這一家如果 剩下是哪三家 現在有一個是集合好 在入口處 它目前已經 正立面跟屋頂已經都完成了 開始就是進行內裝 所以應該蠻快的 另外還有一家玩久 就是在不在宿舍的前面 有一家玩久 它現在外觀也都完成 開始在做內裝 所以玩久會大概五月底就應該會完成 然後集合好的部分大概是在六月底 那另外還有一家是蘭都 就是集合好對面 那它那個設計的部分我們還是有一些意見 所以還是要再要求它建築師要修改 所以如果修改好的話 我們是希望在暑假能夠全部來啟用 全部啟用 期待是暑假 我想這個地方大家也期待很久 那現在去看其實很熱鬧 平日也蠻多人 那假日的時候更不用說 其實很多人都一定會來這邊走一走 不管是遊客或是我們本地的民眾 那我想這個地方未來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亮點 那我想停車絕對是一個問題 附近我們到底找了哪邊可以讓它停車 這個停車的問題很多民眾也很關切 也很關切 那因為周邊其實議員對那個環境也非常熟悉 其實可供停車的空間有限 那現在可以提供私人的停車空間 對民營的 就是旁邊民營的停車場 對還有一個是都都房 都都房的地下停車場 其實空間還蠻大的 停在新光三越那邊 就是在那個精英酒店旁邊 有一個地下停車場 可能再找找看 我想我們在發展這個文創園區的同時 我想我們除了文化局外應該跨局是要找找看 附近有沒有適合的公有的停車的空間 因為當然那個收費上還是會有一些落差 那因為那個地方停車其實是非常困難 那所以其實民眾來到這邊 那當然我想也是要思考到這個停車的空間 讓他們可以玩得比較放心 而且可以不用花太多的時間在停車上面 那我想這個部分也請局長這邊要再思考一下 那當然這個文創園區已經開始了 那未來我們怎麼去考核它 做得怎麼樣 多久的時間 我們每年都會考核 那我們考核指標也都出來 所有的業者我們都會進行考核 所以我們已經下半年就要開始進行第一次的一個考核 那針對這個表情如果怎麼樣認定它表現不好 我們有一些考核的一些指標 包括它的這些產品的部分 包括它所謂的工藝回饋的部分 藝術性的部分 這些都是列入我們的考核項目當中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非常重要 也是文創園區 其實還是以文創為出發 那所以期待說其實 當然有很多有些商業的活動 它必須去進行去支撐它 但是我想還是要保留這個文創的元素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局長這邊 這麼好的一塊地方 我想我們文化局這邊要多用點心 讓它未來成為台南一個指標的文創園區 好 謝謝局長 我們感謝陳怡貞 阿不然前面我們天氣法院 本市選保憲君五文青 五文青而已 憲君五文青啦 沒關係 讓我們的王家再去演準備一下 這樣 好 那有看五文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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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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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西 29號 29號開展 29號開展 那我們是都有帖子了嗎 有嗎 我再了解一下 為什麼要再了解一下呢 我剛剛講的 如果這個活動市長如此重視 還先行巡視 表示這個活動是我們府內非常看重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民意代表有沒有帖子呢 你也不知道嗎 是你們市府辦的活動嗎 你剛告訴我是你府內辦的對不對 並不是他們辦的 就是說府內協助辦的 府內是主導的 那我現在問我們民意代表有沒有收到帖子 或者至少中西區的民意代表 或者我們在五個大立委有沒有收到帖子 顯然你也沒有辦法回答嘛 也就是說很多文化局你們要做的是 你做局長 你也沒有辦法做主嘛 是不是 如果沒有邀請到很抱歉 那我們會趕快講 你不要講沒有邀請到很抱歉 你告訴我是不是沒有邀請到 對你們的思維來講你們辦任何活動 基本上就是賴清德爽就好 賴清德說了算 要不要民意代表要不要社會各界賢達 也是賴清德要批 賴清德要清點 是不是這樣 局長 不好意思剛好這個活動我特別注意到 然後要連結到貴局最近 如此這般讓我們也是覺得 差異的表現 你們是什麼都聽市長的 所以 一載金城 你們去封水泥 是市長叫你們封的囉 不是不是 不是嘛那誰叫你們封的 是我們管理人員為了管理維護上 自行去封的啦 那這部分我們會再做再教育 什麼叫做再教育 他不光是封的錯誤謬誤 做文化局的相關產業的維修 一個基本常識都沒有 可以我看到高興我就去封嗎 可以這樣嗎 你覺得可以嗎 他做的是文化產業 而台南市以文化文明全國 甚至全世界 今天他的自我認知覺得這邊會積水 我要防文 他有跟你們先請示嗎 有沒有 沒有嘛 沒有嘛 可是這個就是你再教育三個字 可以把它糊弄過去的嗎 可以糊弄過去的嗎 這個就是再教育 因為不是糊弄啦 除了再教育 你沒有別的處置方式嗎 還是 是市長叫他瘋的 因為你們什麼都聽賴清德的嘛 什麼都聽市長的嘛 當然不會是嘛 對不對 不是市長 也不是你文化局 葉哲三家瘋的嘛 是他自己覺得看了愛眼 覺得他甚至 也許我們覺得他這個好心 覺得哇 會有蚊子來 好像你們的解釋是這樣嗎 對不對 的確也是這樣 的確也是這樣嗎 是 這樣子你就可以看到哪裡有蚊子 哪裡一個窟窿 你愛怎麼弄怎麼弄 那是工產物對不對 那個權力不是我私人的 包括我私人的 我們有些時候都是需要考量多端的 所以局長 你要怎麼處理這個案子 再教育三個字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再教育 我們現在看到了 如果違反文資法 至少可以罰二十萬以上 一百萬以下罰金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人員甚至可以 加重刑期達二分之一 這個是文資法 你會比我更清楚 是不是有這條 它是毀損 毀損 那個不叫毀損嗎 那個你把它補了以後 然後又把它挖起來 是可逆式的 議員 你覺得怎麼樣 我請我們文資處處長 跟您說明一下 等一下 那個有些東西 就什麼化學反應 它是不可逆轉的 你們把它封了以後 你再趁著 我們還沒有去現場看 質詢此事的民意代表 還沒有到現場的時候 你們又稀里糊塗的 趕快去派人把它弄起來 你覺得沒有造成任何傷害嗎 跟議員報告 我們早在議員質詢之前 前一天 古蹟營運科跟文資處 就去會看 那就發現說 它那個沙江 並不是黏得非常牢固 趕快把它恢復 所以當時候就開始 要再做恢復了 並不是議員質詢完之後 我們才去恢復 所以這個部分要跟議員報告 所以如果議員不質詢 這個事情會不會被揭露出來 會不會你們再教育 還是你們糊弄大家 就傳過水無痕了 對 局長 你剛剛講再教育三個字 沒錯 你講的非常好 你講得非常好 跪局 你們的工作夥伴 非常需要再教育 不光是這位管理員朋友 我根本不認識他 我也搞不清楚他姓名什麼 但是你講的再教育三個字 局長 我們看到了 應該是你們局內的夥伴的貼文 局內夥伴貼文 在民意代表揭露此事 社會各界非常關注 可是你們局內是幫你們火上交遊 這一位朋友 據我們的了解是規矩的 如果我誤會他不是規矩的 你也指證我 但是我們目前的資料 這是規矩的夥伴 他是怎麼樣去消遣 揭露此事的民意代表 或者相關的媒體 對這個是關心市民大眾的 他是怎麼寫的 有人就是寧願找記者找議員 不願向主管機關反應 誰做的去問啊 該負責的不負責 可以網上舉報啊 又不是每一個小決策 都是最上面決 在這件事中 他還在張批我們議會 只讓人看到一個自私 俠願報復的高級市民 誰是高級市民 誰是高 原來市民還有 原來市民有高級低級的分野 這一位朋友 他有一個英文名字 叫做明什麼 李先生 我的了解是貴局的人員 我有沒有弄錯 我有沒有弄錯 他知道這件事情 知之甚詳說 看到了高級市民的 市民的轄院報復 耗費了無數的公共資源 在討論一件可以簡單 處理好的事 誰在耗費公共資源 你們不去把它用水泥 把它埋死 需不需要後面的問題 產生 有沒有後面的問題 產生 誰在浪費公共資源 誰是高級市民 一個公務人員 可以如此這般的 亂發議論 張景森 了不起政務官 後裸照 自己愛說什麼說什麼 所以你剛剛講 在教育局長 你先回答我 我有沒有弄錯 這一位李先生 給局長聲音啊 議員報告齁 我沒有看到你手中這個資料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回應你 是 來請我們那個蔡議員 因為你 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紅葉豐 紅議員 我當中是教育委員會 不好意思 鳳姐 不好意思 主席 我只要主公 你要給我怎樣 要給我抓條過人過年 這樣就不算了 不好意思 主席 是不是貴局的 我介紹一下 聽說是 九十二年的三 高科新聞編業科期 九十四年丹臨課館 九十七年 不知道在哪裡做行政研考會 九十八年升專館 一百年在我們文化局 升高頂的秘書 目前就每天 背負到你局長的生活費 這樣是不是需要再教育 有資料你要說 單挑有拿沒關係 有台貨用了 你還不能說你 文化局用這種頭殼 破壞台南市的股政 一級股政 國政的股政 那像這樣一樣 利用萬安延期的時裝 那段時間用三個 一段再把那些扛掉起來 那大家喊都要再重 你不用六眼起來 你整個過程是 方謬到極點 你還罵媒體 罵媒體說驕傲 你罵民意代表說 那古蹟不是民意代表的秀場 民意代表不用歡迎嗎 顧著你老百姆嗎 這種人 跟議員報告 我剛剛也特別跟王議員報告 就是說 當然用沙漿這樣子塗抹 的確是不宜的 所以文字處接獲通報之後 跟我們的古銀客 你不要再騙了 你進前再去做 我們就跟那個拿電鑽的工人 小聲心鬼 我想媒體很多朋友 都可以見證 這一段事實 所以你也不用再讓我收拾 你這個官員 你這個金員 你這個護主心切 完成這樣子的修復 什麼 你這麼大聲 有可能啊 那個到貝勳台來 你到貝勳台來 讓你講那麼久的 我今天整個時間都沒力 你會講 我是在澄清一件事情 局長 是不是澄清 我想那天去的媒體朋友 不是洪玉鳳帶去的 我們本來是約好兩點 後來因為考慮到萬安演習 所以我們多延了半個鐘頭 當那個工人 從那個場地 這樣看著我的閃爍 閃起來 到背了這樣 閃閃閃閃閃出來 有讓我們後面 沒辦法看到 這不是我幫你好做的 那你的官員為什麼敢在公開的臉書上面 批判媒體 批判揭露這樣子一個事實的民意代表 就是因為有你這種頭殼 沒有健康的中國街頭 他把股仲英雄 竟然出了單手 我才會把他打扮了 你們主管台南市古蹟的主管單位的官員 是這種頭腦 是這種思維 我們把台南市這些祖先留給我們的古蹟 交到你們的手上 我們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城市呢 我們比這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我們是文化高度的 文化力度的 結果不但是你的官員是這麼迂乎 包括你局長 你還在這裡向我照顧 還在這裡向我變 不用啦 我不會跟議員變啦 我不會跟議員變 議員有監督的職責 這個我們都非常的尊重 我只是在跟議員說明 我本來不想提告 我現在就要提告了 我本來不想提告 你來幫幫你調查 給我一個結果就好 你這樣子如果堅持 你是提早一天去做 你把政府吹出來 我準備提告 你等著喬好了 你等著喬好了 你們是用這樣子的態度 來對待著我們的古蹟 你等著喬 啊把你的官員叫出來 單挑 單挑沒關係 你當這個女兒 我比較用你 我女兒就怕輸贏 沒關係 為了台南市 我們要立書文化 我願意成熟這款的精靈 敢在媒體上面 你敢在公開的地方 謊話修辱媒體 修辱議員 好啊單挑啊 來 我會提告的 因為你那麼堅持 你那麼有信心 他是護主 但是你不是包庇 他護主你包庇 另外一個我要請教的 我要翻一個議題 我們中國先生的幾月已經開始了 那中國先生的旁邊有一個那個 有雞飛 那雞飛旁邊呢 有一個停車場 最近 和我們市政府 涉及已經一段落 那這個產權 市政府已經告贏了 那我們 但是漁會會不會提上訴 我們不曉得 那我不曉得 文化局 並沒有把這個漁會的巴洛克建築 化成為我們的古蹟嘛 敢不 你有話說沒有 沒有 沒有 那會不會在這個訴訟的過程裡面 這一棟建築物會有所變化 給我那個 建達 我們都沒有吧 建達 那個議員 社會的 那個委員會的議員 要發言的聲 委員會為什麼都沒有人在注意 你沒有把它化成古蹟 那在這個產權的那個 是不是會有所變動的過程裡面 他整個建築物 會有變化嗎 你有收點嗎 我不了解議員 不了解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過期 我們有感覺他有歷史價值 我們想要把他保存下來 建就沒有 但是在那個山館 在那 變化的過程當中 有的人去摸摸 總會他幾天總會把他貼貼套 我們這一棟建築物 會不會也 也會面臨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你也不曉得 因為這棟我們沒有你的側 你沒有你的側 所以我現在把你拿出來 你知道他在哪裡嗎 我知道 你知道他在哪裡 你知道他的歷史嗎 也知道 知道 我們的運河是什麼時候蓋的 台南運河 193 我們的運河是1926年的時候蓋的 那當然 台南 對運河 這個運輸啊 就是說 你很多東西 是透過運河 進來之後 我們知道說 目前我們的民生路跟環河 有一個海關嘛 我們那個海關 是為了 為了那個高潔嘛 所以海關 他運輸進來的東西 經過海關 板手衝嘛 他是送到哪裡 送到我們的黃河街 就是目前救餘會的旁邊 有一個 那個 叫做 台南傳六 台南傳六 但是那個現在已經不存在 那你在台南傳六的這些貨物 他送到哪裡去 就是送到我們的救餘會 那我想 我也要謝謝 提供我們這些資料的 這個 台南公民智庫的執行長 黃建榮先生 以及我們社大的這些老師同學們 我想局長你看一下那個畫面 上面那張 就是我們黃河街 舊魚市場 目前 目前的停車場 它是一個巴洛克建築 那下面呢 這一張 就是他們曾經 邀請那個西班牙的規劃師 來這個現場 會刊的時候發現 我們 這個舊魚市場 這個建築物 含西班牙巴塞農納 聖塔 聖塔卡德里納市場 那個建築物 有百分之九十幾的類似度 你有看到嗎 所以 我們也看到說 那個在國外 包括西班牙 他們這個舊市場 重新賦予新生命之後 是一個 有的是做健身房 健身中心 有的是恢復 舊市場的一個功能 包括這個馬德里的也是 但是都很成功 很成功啊 所以 是不是真的 對這個 議題很關心的好朋友 他們都判問說 市政府是不是可以用 更快的速度 來把他這個 溫和 當時的這個 溫蘇的歷史 我們現在被建一家 我們的海關有把他保留下來 那我們的溫和 白頭 現在看到那個地方 中國誰也在做啊 那 那就是之前的運河碼頭啊 碼頭 那運河碼頭也也做了 那海關也保存了 但是如果 我們這一個 古飛行啊 這個叫做 古早人 台南的人 叫做飛行口 這個飛行口 當時的溫蘇是 東西透過溫和進來 到那個所在寫在那 那如果這一塊 沒有保存下來的話 那整個運河的運輸史 是不是缺了一大塊 對台南來講的話 我們的歷史 我們祖先的歷史 會少一塊 所以 既然 文法教 你平還沒做過程 而且在山館 也將是在 市政府和市政府 在在政策當中啦 一瞬是市政府 那就更贏了 是不是 市政那個文化局 應該採取一個 比較快的速度 先去 卡住這一棟建築物 未來 不要被漁會拆掉 也不要被台南市政府拆掉 因為我們不知道 你們現在中國城的規劃裡面 兩側如果是市有地 他如果是還給市政府 我們會把它變成什麼樣的模樣啊 所以 在這個 這個歷史的過程裡面 好 這樣請我們議局長 回去做位 來 我們郭國文議員 10分鐘 感謝 感謝主席 區長 辛苦 今天比較老月 辛平契合 我們來討論一下 那個相關的有關於文史的議題 那個 區長 那個我讓你看一下 那 我之前 邀請那個文資處長去會刊的時候 他沒有去 聽說你昨天又去了 去的狀況 蹲園孔廟的狀況 我們現在決定怎麼樣 我們說一下 一分鐘 跟議員報告 議員很關切 這一個 所謂的 在南關縣非常重要的一個 蹲園社廟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對 那目前因為地震受損的確是嚴重 重點啦 對 那我們目前已經 邀請委員要先去獻刊 有沒有解決的方案 目前跟當地的民眾溝通 他沒有文資的身份 對 他目前沒有文資的身份 那麼我們先進行文資審查的程序 文資審查要審查 然後他們同步去 你之前的狀況的話 要列入這個歷史建築的可能性很低 他之前也申請過 也被你們駁回 因為駁回是因為所有全人的問題 所以目前就是我們同步 一個進行所謂的空間審議 一個是進行所謂的地主 是否能夠提出同一書的部分 我講實在話 局長 我說實在的 你所有的那些方法 其實私底下或多或少 我們都有討論過 那這幾天 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來舊教也來討論一番 你知道那個 我們在去年度的時候 通過那個中順姓翁 跟劉翁翁 三姓訴訟 一個是丹姓翁 一個是貴姓翁 丹姓翁 貴姓翁 他基本上有什麼特色 會讓我們列入所謂的 市定民俗無形的文化資產 這兩個其實就是一種 家族的一個祭事的一個活動 那已經延續百年齁 很多很長的時間 除了歷史悠久之外 它幅源相當的廣闊 是的 那兼有中青跟宗教的雙重意涵 對不對 然後用這種方式 用無形的文化資產的方式 來做一個認定 那略是這樣的認定的話 多多少少有這樣的身分 那個國家資源 就可以移住的可能性 對不對 但是它是那個儀式 對 儀式嘛 儀式它是活動而已嘛 對 它是家租在活動上面 對 倘若如此 我換一個角度來做思考 我們來做討論一下 我們不要從有形文化資產的角度 我們從文化資產的角度 我們從文化資產的角度 敦元聖廟的角度 有沒有可能用這個角度來做切入 為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它跟我剛剛本期所講的 不管是貴姓王還是單姓王 都有類似的方式 第一個 它歷史悠久 第二個 它也有祭典的模式 它是大興風地區 輪流阻祭嘛 對不對 服務員也算廣闊嘛 對不對 第二點也符合嘛 第三個 歸人的這個孔廟 基本上 它還是有中清孔教育 跟宗教的不同意義的存在嘛 如果從一個無形的文化資產 切入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如果當有形的文化資產 沒有辦法認定的時候 這是不是一個管道 局長 舊教 跟議員報告 當然議員提出來這一個方案 過去沒有這樣子特別的一個案例 但是不代表就不能夠去研議嘛 那我們現在就是委員一併去現刊 那也把議員提出來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我們納進去做一併的討論 對啦 我是說現刊的部分 我們去現刊的非常多次了嘛 那基本上它有私人產權不明的問題 還有建築物基本上 那個陳大的教授 上一次去的時候 他也認為說這個販修的成本過高 不如就重建 都講得非常的白了 基本上你維修的部分的可能性 不太可能的情況底下 加上他現在沒有文化資產身份的情況底下 基本上國家資源依助沒有的情況底下 很困難的嘛 很困難的 總統一下 他整個要拿掉 他整個要拿掉 他要拿掉 你怎麼有什麼文化資產的成分呢 他拿一份資料出來 就是過去他們那些的地主有要關閉 要捐給公所這樣子的一份資料 暫停有啦 暫停沒有啦 暫停沒有啦 暫停價錢大家意見就很多了 這裡加價錢十幾個了啦 不是古代那三個啦 對12月 怕牠是誰加價錢才十幾個了嘛 對不對 所以產權變得很複雜了嘛 所以請講這個問題確實是非常嚴重 另外一個齁 那個歸人農會這一棟 也是超過將近百年 這一棟齁好不容易我透過那個農業處 文化局 你們聽說五個説要回答嘛 無論如何 這棟一定要保留下來 整個南冠村只剩這棟而已 甚至整個新房屋只剩這棟而已 一個文史為基礎 而立都 而成為直轄市的台南 不好漏氣了 局長你能不能答應我 他已經要去會堪了 但是我們還要尊重委員嘛 會堪我知道啦 你有沒有那個企圖心嘛 你不要說已經要會堪了 講這個 我跟你講我都會堪過了 比你早去會堪啦 裡面我都去過了啦 這個還是有他的一些法定的程序 對啊法定的程序 但是你要有一個企圖心出來嘛 這個東西那裡要稀少那麼珍貴的東西 你沒有那個企圖心 三槌四槌 我腳幾個通電話到要去會堪 你不知道一個企圖心在出門也不一樣 因為當時候農會一直他就是不願意嘛 那農會現在也溝通的 大概他們也願意接受 那我想這個部分會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結果啦 好 我聽你講 你講的比較隱晦啦 好 接下來我讓你看一下東西 我們接下來放一下 那個放一下那個烏山頭的部分 那個局長 那個下個月 5月8號又八天雨衣的紀念日了嘛 對不對 是 那我特別那個 找人抽空去拍了一下 你看一下那個內容 這個整個 整個八天雨衣的地方 那個都很斑駁 你看到沒有 上一張 上一張 不要那麼快 那個局長看到沒有 這個 尾都六塊了 你看到沒有 上面那裡 尾都黑了 到後面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那個都龜裂了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地震的影響 非常的嚴重 來 速度快一點 然後 這些防空洞的接水也很嚴重 不知道 等級會不會 那平常我知道 這個一般的話 一般管理的話 不是你們的管理嗎 不是 烏山河水公 這是算水利盒 水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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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但是喔 我像你們這個文化資產局裡面 你看 文化 那個文化資產管理處的部分 他這個地方 還是被你們列為歷史建築 所以主管機關還是你們 我想基本上 雖然一般水利會再處理 那後來後來後來找白 白天的紀念就要搞了 我想很多台日經的關係也非常的好 我們到處對外宣傳說 八田與一的重要性 對台南的貢獻這麼大 你想一想 如果外賓來的時候 看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會被人家聯想到 我們有重視的感覺嗎 局長 我瞭解議員的意思 那我想就 我們主管機關應該去 督導監督所有全人 去做相關的一些維修維護 雖然是水利盒在管嘛 對不對 外面人家會分辨 請求水利盒 大家也董在台南市政府 何況你們再掛名主管機關 換個時間 不是這間而已 總請早一點 可能我們會直接去 其實我們都問他們 問他們說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都問他們 所以 露露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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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這個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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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今天處理了 我想你們的速度很快 那剩下的還有相關的議題 我可能要留一點時間 不過我沒有 我還自去問好了 那個 國發今天大菜市場 那聽說爭取到不少錢 是的 那爭取到1億多少 我們現在1億8 1億多少 1億8 1億8 那數目相當龐大 那要多久完成 目前我們跟文化部那邊爭取 就是他先核定經費 但是他給我們今年1年的時間 去跟這些商家討論 如何安置 還有未來施工怎麼施工 那明年我們正式來進行修復 大概預計2年的時間 兩年時間修復 那1年評估安置 你現在安置的問題 就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你現在所有這邊路店的這個部分 不管是泰山餅店也好 或是江水號也好 或是烏龜也好 那說起來都不是主題 再一個文中 古蹟本體裡面 知道嘛 可是問題是 整小時候我們的大菜市的經驗 我們來中間路去一桌 我們去招搭 就是差不多都去那裡消費多 對不對 雖然不是我們所有的建築不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花了1億8千萬 為了只是呢 恢復原廚出本的面貌的話 那跟標本又有何意呢 跟議員報告您說得對 所以目前在溝通的方面 未來古蹟修屋之後 這些商家 這個經發局這邊 會引導他們進到古蹟區裡面 我們要有生活的記憶嘛 對不對 我們要一個活的大菜市嘛 雖然我們這個雙起庫 不過我們小時候在台南市 出去了美賣人 都是在那裡消費過 在那裡消費、在那裡出貨過 你開放一個舊的東西 跟我們來講 是我們賀產有一個新的建築不一樣 我是覺得你在這個部分的規劃 你要想清楚啦 待會我再繼續問你 好來請我們那個創佛會創議員 陳比爾要先我們兩個不錯 你兩個那個喔 對我下去 請我們陳比爾、唐議員 十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文化局 葉局長 葉局長 我們現在新政府 內閣大部分都已經出來了 那個人選啦 那我們的文化部長 鄭麗君 也是我的好姐妹 他說過要通過這個文化的基本法 但是文化基本法的精神 還是要以政府來推動文化事業為主 對不對 所以本期現在要舉一個例子 我們後面有沒有齁 我們 我們 村民北也有 後面 市安社區啦 你們高層 基本兩百幾個人而已 會偏偏的社區 後面區嘛齁 但是剋到賣米 青山米 很好吃的米 又有資的 下到社區都可以自給自主 是 都不用 把我們政府 一千五人 是 而且 他還是在 我們欺負的邊緣地帶 是 所以欺負是不是真的需要大建設 或是可以營造小確信 兩千零十三年 這區 邀請 我們的民眾 來入股啦 喔 本來是說 可能 不算有議員啦 一國是一百塊啦 最少就對了 五十個啦 最多 兩百個 來成立 這個市安合作社 市安合作社 原本喔 預計喔 要 募集到說 大概兩百萬的這個股金嘛 但是喔 民眾喔 反應熱烈 所以最後呢 有七十三的人入股 總共不到 兩百五十一萬六千塊 所以 教長 那社區營造啊 是我們台灣喔 最具備潛力的 觀光的金雞蛋 是 這個月十四個喔 來問我 叫 這裡邀請 如果我來得到 是 明古屋大學 的教授 來我們演講 社區的營造對不對 是 所以 做社區的這些大家都知道 齁 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 日本 日本 武漢 武漢 古漢 日本 岐阜縣 古川町 西南 可以有幾個 資安社區 我們是建議文法公喔 應該要去做全民的 這個田野的這個調查 齁 第二點 我們文法公每一年啊 都賓很多經費 來賓很多活動 但是咧 我們的民眾喔 都演化繞亂 你問我們台南市民 你講出一個 我們文法公所辦的活動 讓他們印象 世界深刻的活動 是什麼 還是說世界可以代表 我們台南的文法的活動 是什麼 我們是基礎啦 創度 三代祭祭 驚度 三代祭祭 驚度的三大祭 匯祭 奇緣祭 跟時代祭 光是這三大祭的活動 就已經有夠人 贏經濟跟地名道 只要驚度 如果舉辦這三大祭典就對了 外國 大家 全清全百萬的光學 都用到京都去看這個祭典 所以 我們文法公所辦的活動 如果跟我們的市民 連結不生 還是覺得說 那是你文法公辦的啊 既然被動來參加 這樣 我請我們文法公 將台南 最核心的部分 找出來 如果是一個活動 那就要辦得 夠大 夠久 夠深 這是本來 給我們 我們文法公司的建議 是 再來就是 我們文法的自散 自散的保存 是很重要的工作吧 無形的文化資產 不能只等著說 來申請 申請的對象來登陸 還是說每一年 由我們的文資處 去找一些專家 學者 來去蘋果說 到底我們要登陸哪一行 其實很多傳統祭司 的公益 有的無法傳承 不是沒有人想要學 而是學了 不一定有市場可以磨身 這是最重要 是聖志祭司 領完表彰狀之後去世了 所以這一項的記憶 就快四圍了 人為變成數字的迷失跟消耗預算 無形的文化的自散的提供 不是只有富士定義而已 一定要推廣 我們是看不到主軸 如果我們台南市中心 如果沒有日據時期的建築 我們還有城市美學嗎 如果台南市中心 沒有明清時期的建築 還有文化深度嗎 我們找的帝國團隊 來施暗平國報 是因為我們台灣 沒有這麼先進的基礎 對不對 教授 所以維護古蹟 跟市民的生活沒有連結 市民是不是真的感受到 我們古蹟的存在 跟我們的生活有關係嗎 文書去日本 比如說紅前程的修復 跟二條程的修復 都是跟在地人有親親的連結 因為古蹟的存續 跟市民的生活有關聯 是市民生活太多的反射 所以本市希望說 我們文化局 可以把這種 這麼這樣重要的因素找出來 而且我們台南市 是用清風做是 台灣的行動呢 所以二十幾個元市 只有我們台南市 讓我們清風做台灣的行動 就是表示說我們台南 世界具有人文文化 藝術古蹟 對不對 所以很多外國市的光客 還是很多外國的光客 來台南 就是要看我們有這個文化 有這個藝術 有這個人文 有這個古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一部分 還要再加一把劍 剛才本市 教長建議的 教長建議的 四點議員報告 第一點 社區總體營作 是市長非常重視的市政 對 他說社區總體營作 做好 我們的市政主言就好 這樣 所以我們進 社區總體營作的社區 今年已經超過150個 所以非常非常擁有 市安社區是一個模範 要里長做得非常好 我們會來請他現身說法 讓這些社區來做一個學習就對了 第二點就是說 議員剛才說的 活動的部分 其實市長也有支持 我們不要為了活動而活動 活動後面一定要有他的目的 去做 我們辦技術就是 福德我們的表演技術團隊 議員過去我們知道很多 剛才你說的 日本三個非常技術的建議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我們會來努力 希望可以行訴一個 有國際性 代表台灣 代表台南的一個 接近就對了 這個部分後續 議員繼續 我們來做基督 這樣 另外 一個部分就是說 傳習的部分 我們這個老御師 這個部分 我們有照議員的支持 我們主動去做調查 破綻之後 登陸 登陸之後 傳習 我們政府從高級合作 從大學合作 從社区合作 讓這些老御師去教他的基劣 我們有做成功的記錄 文字的記錄 這樣 不怕他們去失團 所以這個部分 要時間去累積就對了 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努力 來打招 所以這幾個部分 議員簡單做這樣回應 我們會繼續努力 請議員繼續讓我們知道 好 好 謝謝 所以我請說 文化協議長 你會當中西 尤其我們 台南市是文化無多 我們是因為文化而升格的 是 所以這相對來講就是說 我們台南市非常有這個文化 藝術 人文 古蹟 所以這部分 也是我們 再來我們繼續 蔡議員 10分鐘 蔡議員 葉劇長 根據議事規則我幫你提醒一下 你最近 脾氣不好 議事規則的規定 就是不要叫議員搶答 跟我們說 如果你破壞議事規則 主席可以幫你制止 制止不聽可以 到外面 休息 剛才你叫 公佑議員 在說 我聽到感覺 不合理 因為過去 我所了解 你是一個很 思問的局長 他這間有重要 最愛是 你破壞股責是屬性沒有 你叫公佑說 這個 有嗎 這個時間 有意義沒有 重點是 你股責有破壞 不夠重點 我希望你 今天這個時候 聲掌不要太大聲 人家在說有屬性的時候 不要比議員更差 我給你建議 我看你的成文 到時候坐到五點半了 第一 你 我們民生力園的 國務同向 到底是正怎麼樣 你們到底是要再拖到什麼時候 你也跟我說一下 已經兩句的時間了 你們兩句要開花什麼什麼 說 見面說就說 我們提提提到 一個歷史 文化高度 因為歷史 靠中央尊咱 是 升級為直轄市 你跟我說 夠進多久了 啊 為什麼今天夠對 啊 議員報告 你說 國務同向的部分 已經 收好 收好 我知道就是收好啊 都不要回合啊 做得這麼好的為何 啊 第二部分 議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這次是整個 整個 大政公園 去做調查 研究 我們不是做一個點 我們是做 整個部分 要再研究了 以前是說 再開花啊 審查通過之後 要維護 現在就整個 民生力園都要再研究了 整個部分 就對了 其實 大家都知道 你們這是正門 你們就要拖 我們一個人 你算機的全部都你們贏了 我們台灣割愛的所在就是一個多元族群 不管按照台灣的人 還是在地的人 啊 原住民的人 這個族群 一個 都市沒有歷史 不太多 我要來參觀 台南市有什麼人參觀的 像以前這兩個 你隨便它破壞去 我們有多少 通風看嘛 如果我們這看 要吃的 我們吃的 比較好嗎 要吃的 我們有什麼自然政官嗎 我們割歷史嘛 但是台南市像 要看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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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現在在書 你都被破壞掉 啊 和英國的火候 你現在說 開火之後要跟它開火 啊現在來說 好 我整個民生力園都要再研究 啊我的感覺 你的條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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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開火 你多久沒有開火 你跟我說 你那個單位 你跟我說 審查要多久開一回 你跟我說 啊不然你等於開火 沒有啦 議員報告 我們都會開火 啊開火有開嗎 啊這件事也一定會進行 你跟我說開火 國同向 有要開火 他們撞沒有啦 應該會破壞破壞 破壞 這個調查研究報告裡面 都會去 討論到啦 不會說 要再拖六個啦 你跟我說要研究六個 要研究什麼 你跟我說 國同向單純 要研究什麼 是那手啊 插什麼都要研究你 要是要研究什麼 你不說我聽 聽得上誓 你要研究什麼啦 是是是 要研究什麼 你講 要研究什麼 要研究什麼 要研究完 好啦 沒關係 我都贊成啦 好啦 你不要再說 我先說 我剛才跟你說 議事規則拿幾條規定 不能叫議員搶答 議員論述 之後 你要說你比較說 我講什麼 你講什麼 這不是工作報告執行 不是我講什麼 你講什麼 你嚇我在議會 你揮呢 你不是在講什麼報告 你過去你就開支 一會去算命 哥 齊達 你還要研究什麼 民生你還要研究什麼 你跟我說 我講 我講 是大正公園 因為它是日本時代 那時候做的工程 所以它有關這個過程 從日本時代 到了這段時間 它經過幾遍的改變 收穫的在籍 頂頂 它接觸 都完全做一個調查研究 除了我們才可以去確定說 未來大正公園這個地方 要怎麼去再利用 什麼東西應該放 什麼東西不應該放 簡單 你跟我說 講 國務同學沒有要拿回去 這樣整齊 我可以給你一次 結果就是這樣 你們這樣先有結果 比較簡單 研到最後就是 國務同學沒有要拿回去 我跟你講 我幫你保證 做研究不是我 我知道 因為你請 你們這個動作 你們這個 很多行政措施 你們這雕然的 看法 我可以預測 這樣 一個第一名的指導 這樣更好 選舉本來就是選舉的人 前營 行政官在手上 可是不是全部 五十 五十議員都全部是 民主進步黨 有台灣的政治 選舉 危險時代 選了政治的民主 自由法 國民黨 做得不好 換人做 民進黨議員都在做嗎 我看是不可能吧 古董董 台灣是一個 民主家 成熟的國家 所以我們多元的文化 多元的族群 都代表著 不同時期的意義 大家有了 他的歷史 他的 飛光 要跟他尊重 以前也能出錢去的嘛 你一個隆壞之後 就找機會 要拖 什麼 心渣什麼 按一本時代 我幫你建議好不好 你最好想 河南時代跟我研究 好不好 河南時代一直研究 看到 正成功時代 搞日記時代 全部都要研究 不要說搞日記時代 我們以前以前都要研究 齁 我們台灣都要研究 嘛 我看你可能會比較完美吧 好不好 真的 我建議這樣好不好 因為大政公園那些 日本 河南時代 特別有什麼東西 你知道 怎麼知道 像你這樣說一般時代 這樣下你研究了你 我們真的對本體 我議員報告 我們真的已經現有 有的這個本體 我算不知道 你 大家知道 你這兒在那兒 在那兒拖拖廝間 拖拖著大青棚 現在不要跟他飛光 說到白就是這樣而已 不然我們真的要一側 看大青棚的時間 還有兩天 我看他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那麼 機長 這電視都有在專補 可受公平 我們的主張 我們的建議 我希望子黨 當然你難做啦 我知道這不是你的意思 可是你這樣想不一樣 我們 代表成人會怎麼想 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給他複雜法 給他政治法 你先回顧後 你要怎麼來講嘛 對不對 要減到減到嘛 你們一個 破壞了 你不要把火務員撞掉 這機會 不然 不然 不然還要研究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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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 不說一字四代 你們這個火都是開 你們這個 國同鄉要開火 開那個火 什麼 歷史 什麼古蹟什麼 那個 什麼 你有一個審查委員會 還有什麼 古蹟立建 那個審查委員會 好 多久開一回 不一定 不一定 我看可能兩年開一回 不不不 我們一年開很多次 對啦 你大陸 最近有說到 國務同鄉這間 可以開的 送的可以開 你沒有送的可以開 沒關係 三月開的 三月 結論是怎樣 你說的 日本時代我研究 他就是裡面有些 調查研究的部分 委員 有意見 請研究 委員 委員 上品 委員 是 簽署市長平 對啦 市長的意圖 大家才不知道 市長的意圖 市長的意圖 就不要回憶 啊 委員會 北部 市長大中 市長大電 Foundation 市長大嫂 市長的伺服 大婉 你去看報索 網路看看 那個教授就是在建議說 市長給他答應 說要聽到啦 沒聽到他不需要自己叫下去 市府沒有聽到啊 那是那個教授說的 教授說市長有答應的啦 他沒有做他拿市長做 這個報索看的啦 不是我沒說的啦 所以市長可以回歸嗎 這裡委員市長平安 好啦 市長 我不要把你調人 我知道不是你的意思啦 那要演義也演得比較真實看啦 不要這樣讓大家覺得說 市長政治意圖太高啦 對不對 其實不一定一樣啦 騙了不像教授這樣 騙了人家就說 以前講求進攻不一樣 不一定會加分啦 我是給你提醒啦 好 來 戴會員 賴議員 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局長 文化局局長 我跟你說 你火氣有點大 所以你休息 你先坐下 來那個文化研究科科長 科長 副科長 請你站起來 我想請問你 文化的內涵是什麼 他就是日常生活 一般百姓 那個民眾的日常生活 這個就叫 所有這些都是要我們要去 這個都要有文化 對 所以跟我們生活上有相關的 就是文化 你可以把文化的定義再講深入一點 你是科長啊 他跟我們的文化跟我們的生活都有相關 是 無所不在 是 所以你是一個文化人 你對文化的定義 就只有這麼淺薄嗎 可以不可以再講深入一點 好 科長你請坐 謝謝 來 文創花展科 科長 所謂文創是什麼 跟議員報告 文創 就我們文化部裡面 當然他有很多的一個官方的一個解釋 那就我們一般的說法來講 應該就是他要人 他要人 要有藝術 要有文化 要有文化 這些嚴肅都要導入 對 所以才算是一個文創的一個發展的 真正的落實在文化裡頭 在生活裡頭 是 那我想請問你一下 我們鹽水的夜金港 登傑 你認為有沒有帶入文創的東西 在這個區域裡頭 在這個活動裡面 就我們文化的立場 他當然是有的 有什麼 第一個他有文化的底蘊 就鹽水他本身的歷史風貌 還有他的歷史嚴格 在這個區域裡面 舉例好不好 比如說那個鹽水的他的八井啊 他那個元素 還有 他落實在哪裡 在登傑裡頭他落實在哪裡 像我們在登傑在規劃的時候 他本身就有一個把這些人在創作的時候 科長 我跟你講 文化不是只 只是做 還可以說 還很厲害 顯然 你這個素養還欠缺 你請坐 好 局長 你的兩位科長把文化跟文創 有做一個簡單的比喻 那你是一個局長 我相信 在這個養成的過程當中 你對文化有很深的一個定義 在我們新營齁 有一個新營美術園區 對不對 他是橫跨了幾個里 你新娘應該很了解嘛 橫跨了幾個里 從我們的王公里 王公里 對 到民權里 還有哪裡 三個里 三個里 大紅 還有大紅 這一個紅色的這個綠袋叫什麼 紅色的綠袋叫什麼 我記得地形上的地圖就是這三個里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新營美術園區 這個地方你覺得你經營的好不好 我覺得他現在的發展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市長的加持 及十九隻小老鼠的加持 所以現在大家人 尤其是假日 人很多 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可以維持多久 跟議員報告 我想議員對於所謂的新營美術園區非常非常的關切 那其實市長也很重視 所以我們已經把整個所謂的藍帶已經把它打通 那打通之後 我們陸續活化了那個所謂的鋼鐵的高達 你把他活化了 是 其實那個地方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是熱鬧友誼 內涵不足 文化的內涵不足 為什麼 我跟你說你那個園區 這十九隻老鼠 我還是問了我女兒說 誰那遺憾 他跟我說那個就是那個他的作者是不二良 是跟那個我們五葉天他是跟他是四大的同學 所以五葉天他有很多從2003年有一系列的他的文創商品 都是由他來承辦的 然後你把市長帶到這個地方去去做一個代言人 好像效果也不錯 可是在這裡我不僅要問局長 文化的內涵在哪裡 我看不出來啊 跟預言報告 你可以跟他說嗎 這十九隻小鼠 除了剛剛你所說的 說大家一般認為說 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不二良的藝術家的創作之外 其實他會創作這個部分其實是跟在地連結的 因為在我們這一條的綠帶上面 您知道有三所的學校 有星雲高中 有南星國中 有星明國小 他們都有音樂班 有美術班 好 音樂班跟美術班 跟這個就是跟文化就有連結 跟這些老鼠就會有連結 所以你就來講故事了 所以你融入了在地的一個地景文化 是不是這樣子 跟在地的這些文化的部分 包括他的這些學校等等 其實把他融合在一起 所以他 然後你再來呢 你覺得他做得很好 我覺得他已經把在地跟教育文化都做了一些結合 好 要再如何 你再來呢 你怎麼除了這些 這個地景文化 這個裝置藝術 你把它放掉了也要 你要加入什麼嚴肅 再跟議員報告 後續我們現在還在進行的當中 是從大同路 你的規劃是什麼呢 大同路到中正路這一段 包括我們的那個 歷史建築 本田三一這一棟 那目前都在修復當中 那麼我們也跟社大一直在討論 未來的再利用 所以我想 我們在地的一些歷史文化的部分 也會繼續的一直延續下去 在這一台所謂的美術園區裡面被看見 所以說 局長 我要跟你的科長講說 文化不可以做也要掰 像你就講得非常好 你就把這一個整個 這個新營美術園區 融入在地的一個文化風貌 你把它講出來了 可是我跟你說 本席認為你講得太牽強了 只有這三所學校 所以就是說因為有美術班 有音樂班 所以你把這高架 尿漆放在這裡 這樣 再來咧 你要帶入什麼 帶入了一個現有的 在我們的日式古蹟裡頭 把它串連出來做一個景點嗎 只是這麼小的一個區域嗎 這個叫文化嗎 為什麼每一年我們夜金港的燈節 好像也不錯喔 一個月進來60萬的一個觀光客 結果這個活動辦完以後 留給在地的是什麼 留給在地的 我們現在有很多老街巷弄 都營造得非常好 然後現在又有一些 所謂的鹽水的思路 局長你實在是 自我感覺良好咧 真的做得不錯 議員可以去幫我們檢視一下 我們最近又在做所謂的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不好了 沒有完整性了 我覺得你在搞文化 就好像在搞一個補丁文化 好像在補衣服一樣 這裡做一塊 這裡做一塊 其實我們現在做說是重點 剛才還有人跟我建議說 你知道現在台南美學館在幹什麼 辦什麼活動嗎 台南美學館 對 台南美學館最近你辦什麼 誰可以告訴局長 誰來替局長發聲 有人嗎 好新聞處也可以替那個 文化局長發聲一下 辦什麼活動 處長你知道嗎 來處長你一定知道新聞處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新聞處處長也不知道 一個國際性的一個活動呢 一個拼布的展覽 沒錯 一個國際拼布展 所以我要幫我們 葉局長報名 因為他當了文化局長 他把他的文化工作 像是補丁式的 就是修衣服式的 一塊一塊的補 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 絕對有 以鹽水為例來講 古蹟的修復 從點到現在老街的行數 包括民間老屋的修繕 這個都是非常具體的 這個都可以讓老百姓看得見的 然後加上整個面 我覺得這個在議員的選區當中 議員應該很清楚可以看得見 是不夠的啦 不是我用掰的 局長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我想好還可以再更好 我沒有講說文化局是不好的 可是還可以更好 因為你的程度夠 你的程度絕對可以應付這些事情 你可以扣100分啊 你扣70分你就麻煩了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是會努力再努力 你有很大的一個進步空間啊 況且我想授以你這麼多的一個預算 一年度你有17億的預算是不是 文化局裡頭 沒有那麼多啦 阿板有多少 扣掉你的 其實請再給我一分鐘 這幾分鐘 我想我們文化局 所有的科長都非常優秀的 你有人還有錢 雖然錢不是很多啦 你覺得錢是不夠多啦 那如果我們再看 市政府的總體預算的時候 文化局其實是已經算是不錯了啦 那新聞處還越散了 好不好 局長加油 謝謝 謝謝 來請我們本會 抱歉 路君 路議員 那個李維英是我們那個教育議員會委員 要優先啦 10分鐘 好 感謝主席 我請到文化局局長你先請坐 我看你可以站很久你先坐 文化資產科科長 沒有科長嗎 主筆台的嗎 我們文資處 文資處喔 文化資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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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主密代碼 是嗎 你們網站上 這個科長已經高升這麼久了 你們網站都沒有換的 你們網站要定期整理啦 沒有關係 那主密我想請問你 什麼是文化生活圈 文化生活圈是因為我們各個地方都有 在地的一個文化 那其實這種文化它有一些跨域上面的一些關聯 那譬如說在農村地區 有農村地區的一個特色 那漁村地區有漁村地區的特色 那我們用這樣子一個相同的一個特色 我們來建構一個所謂生活圈 所以你文化生活圈 我有大概看到你們的分工 你們有分為新營區 北門區 台江區 還有還有新化區 市區 東區 中西區 請教我們南區是沒有文化的地方嗎 不是 我們南區沒有文化嗎 為什麼不見我們這個科有編列 因為我們南區的地方文化生活圈 我們南區不值得你們科為我們僑商演嗎 沒有 我們在南區有昆喜灣這些相關的生活圈 好啦 那你們的文化生活圈 裡面有我們南區 南區有 有沒有啦 有啊 南區有 你網站上有寫嗎 你自己看一下啊 有沒有 有 有還是沒有 我回去查一下 你回去查一下嘛 你沒有做功課嘛 請記者 Quest 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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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文化生活圈的指教 我們過去厚 過去沒有說南區北區中西區 行政區是為了政府管理而去分的 你的中西區編列在台江的文化生活圈裡面 文化生活圈的概念其實只是什麼 我們過去交通的無方便用腳去走 所以我比較怕會高的 那就是我的文化生活圈 我們對文化生活圈的過去的定義是這樣 我們這次的經濟大臺人 分成八大文化生活圈 所以他又不特別用那個 目前行政區的名字去看 這叫南區文化生活圈 這叫北區文化生活圈沒有 所以可能做生意也這樣五次 局長可能你要回去看一下 你們網路上的這個 各科的執掌的分工 你們連東區跟中西區其實都有 只有南區跟北區沒有 因為我們這裡市區 我們老父層 好沒關係我只是要 好沒關係 所以叫做台南故事文化生活圈 台南故事文化生活圈 所以我其實要跟我們的文化局 局長也好還是科長也好 其實我要提醒你們 我們南區有很多文化 包括這個閻堂 台灣第一閻的我們有閻堂 還有最近 我們這個文化局 在推動的水交社文化圈區 還有昆喜灣文化圈區 其實也是要謝謝局長 這個 本社有經常叫局長去管理 四個去看我們的大廟跟頭廟 我也很感謝局長 很很用心來這個去到我們地方 不然我的提醒就是 我們南區也有很多 不一樣甚至可以追溯到這個開台 可以是我們台灣 六四以來就有的文化 所以願望 特別在我們分工裡面 千萬千萬不要 遺落到我們的這個南區 這個局長 我可以先跟你拜託這件事 沒問題 這也是我們應該要做 感謝議員的提醒 好啊謝謝 沒關係局長和主秘先請說 文創科 科長 我剛才聽賴會員議員在說 我們有很多 新營其實還有一些文創商品 但是我記得 在去年度的這個時候 本時有特別 跟這個我們局長 還有我們這個 我們櫃局討論 我們的水交社文化園區也好 還是我們的閻堂 有些文化生活的部分 那不知道這個文創的部分 我會去去年 幫你們提醒 這個所謂的文創 其實要結合在地的故事 結合在地的特色 結合在地的歷史文化 我現在要請教 現在水交社文化園區開創在即 不知道相關 我們還有相關的產品 因為水交社的部分 它現在目前為止是 有另外一科在做 好哪一科 所以這個部分 好那文創哪一科 科長要 哪一科 文化園區管理 我們相關有什麼文化商品 整個 包括議員 我們現在目前水交社的部分 是在進行古蹟修復 跟未來撤展 那八棟的歷史建築古蹟 未來的撤展方向的研議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 已經也就是想要帶你去的地方 有做一個居民的城市記憶的工作方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其實比較迫切的是在 從記憶城市的記憶裡頭跟水交社做串聯 然後做未來的撤展方向 那我們目前那八棟的古蹟建築的撤展的方向 會有水交社的故事館 那還會有文學 會有劇場 然後有明清從歷史的部分 會有明清移植 這是你們在做歷史的重建的部分 對 我想的話我們在這幾科的科 文化就是一種生活 我們現代人的生活 那你說的是歷史重建的部分 那歷史怎麼融入我們生活當中 某個程度上具體的重現 就是它的文創的一個商品 如何結合現代感 那我想去年有跟你們討論 我沒有看到你在過去的這間裡面 有跟我的服務所或是跟我 來報告相關 關閉在我南區 或是甚至我去年 給你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水交社文化園區 相關的部分的東西 這個你都不能來跟本社討論過 我相信你今天你應該 在一年充分的準備日子 應該可以在台會 政府跟大家說 關閉到我們南區 還是關閉到 這個水交社文化園區 或甚至是我們的嚴堂 或是勤勢 會有聯合相關的推動 甚至只有你的idea 沒有具體呈現一個計畫書 你的proposal沒有出來也沒關係 你有沒有相關的想法 我給你一年的時間了 我這個部分 我先報告最高下的部分 好了 就是說 你不要再跟我報告文化重建的部分 也不要跟我報告議題重建的部分 這幾年你們局長的部分 報告非常清楚 我給你一年 你們準備 沒有我南區有什麼故事 水交社的故事以外 有什麼相關的這個部分 你們對我們沒有人要來討論嗎 機長你很辛苦 你都要替你科長補考 你剛才指示的部分 找個時間 要白起來 你做一個更完整的部分 你交代那裡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剛才你有交代 你有提起一個說 文創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這幾年 藏社區會聯繫 所謂的社區製造 會用社區散業這個部分 我比較具體的議員報告是說 文藍社區 松安社區 我都引設計師 跟社區的產業去做美好 像他們做得做娃娃 我相信議員你也知道 他做得做娃娃 正成功娃娃 要讓他做編織 那我們現在就引進設計師進去 跟這些媽媽們討論 然後我們做比較接近市場性的設計 讓他們去做 慢慢變成是一種社區的產業的部分 這是第一點要補給 第二點是說 那個眷村文化這個部隊 水交社這個部份 像大陵社區 他們進的是說 有一些所謂的眷村 他們傳統的美食 或是一些醃製製作的部分 這個也都納在社造的裡面 一直在推動 所以我想 我們目前可能分散在幾個科 的業務在執行的部分 我把它統合一下 做成比較完整的報告 來跟議員做說 這個再特別拜託局長 我想文創 只有文創可以結合地方歷史跟生活 而且還可以促進地方的產業經濟 我想你們的角色其實是非常重要 我希望不只是局長很認真 其實我們的科長 其實你們都有專業 其實應該要協助局長 從剛才的問答當中 其實我覺得怎麼會 局長都是消防隊 你應該去做消防局的局長 你都幫你們科長在救會 我想這個局長很認真 但是相關的科長 希望也能跟上局長的腳步 共同為到生氣這塊來打拼 另外再拜託局長 其實 就請問 局長 我另外要再特別拜託局長 感謝市長感謝文化局 讓我們地方有一個延程圖書館 不過有這個地方的居民有在反應 當然我想這個是時間上要努力的問題 他在說我們的館長量 想的是比較不足 當然現在有將近大概五萬冊的一個圖書 那也希望這個部分 可以這個step by step 按部就班 一年一年來充實我們的圖書 讓人口的居民 都可以有更豐富的閱讀環境 這個再特別拜託局長 這一定會的跟議員報告 每年都會逐步增加 謝謝局長 謝謝科長請出 來我們請曾培亞曾議員 因為他也是我們教學委員會的委員 今天不好意思 等一下 謝謝主席 感謝主席 機長 前台灣所有議員 白起來就是在地文化 在地歷史 這個在地是指的 這是基定的 那如果我都引誘到說 在地好好 像我常在說 那個台南是國際文化中心 就是在我們東區 那這樣不算是我們東區的在地 那我們目前 我上次有提到說 一個方案就是說 以前 孩子 我們最近東區的孩子 到文化中心的表演 而且我們台南是 台南市東區裡面 所有的國際國中 都是在全國 那個特優比賽 都是在於我們東區 我相信在座也不回過 那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 大家都說在文化是在地 在地文化 在地歷史 這樣我們在地 我們的音樂 算不算是一種文化 跟議員報告 教育跟文化 本身就是一體 文化必須靠教育去傳承它 所以其實文化跟教育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那你們這樣說來的時候 那像你這樣說的時候 這樣 它符合在國際文化中心表演嗎 跟議員報告 上次您提出來 有關學校要到台南文化中心 去做演出這個事情 我們的確非常非常 仔細去研議 我們已經研議一個辦法 也找了二十幾所學校 來開過會 大家已經有 已經開過會了 確定明年申請的方式 跟辦法 原則 那你現在已經 已經從經濟 上次的定期大會 說到現在 那你們研議出來的方法 是什麼方法 我叫我那個黃科長 詳細跟議員報告一下 來 報告 因為上次議員 其實特別在關心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也覺得說 周邊的學校 台南文化中心這個空間 其實應該很適合來推動 我們在觀眾養成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也邀請了 其實我們是發給全部的學校 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辦法 希望擬出一個 適合學校來參與的一個辦法 那因為我們的檔期 是在藝術節期間 大概在三月到六月之間 那其實那時候檔期很滿 所以我們特別就是 已經留了六天的檔期 那你意思是說三月到六月 你們現在要拜學幾天 一個禮拜 拜日跟拜日是修館 拜日修館 一禮拜上一個五天 那全部的三月至六月 所有的藝術節都是滿檔嗎 對其實都是滿檔 每天都有 就是因為他除了表演之外 表演都在 他要搭台 對他要搭台拆台 那所以其實檔期都是滿的 檔期都是滿的 對但在這期間 我們還是留住了 因為我一直很納悶 為什麼 不是說我懷疑黃課長 人力的問題 我記得以前 我摸中心那個陳修辰 你不要躲 說真的 我們的發聲是因為 我也名猴捨 那多少家長呢 我們為什麼在東區 我們還特郵 我們大家最近都到生活美學館 你看看多不方便 真的非常的不方便 如果你們說 就像警察說在地在地 那如果我們在東區在地的文化 文化中心可以好好的使用 好好的應用 是不是變明 就是在地的意義 對不對 教授你又賣掉了 我是非常尊重議員 所說的 過去我也會教育改 所以我知道議員 對教育非常非常重視 所以這個部分已經有定一個 定一個辦法 你現在沒有一個辦法 因為 我說陳修辰不要躲 是為什麼 以前啊 我不是在比你們好壞 奇怪 是你比較高班 還是陳修辰以前都在製作 藝術節的時候都沒有人 所以每一間都能進去 還是黃科長你的那個國際官比較好 所有的外國的節目都到台灣 台南市的文化中心來 所以以致我們都滿黨 排擠到我們的學生 排擠我們的在地 是這樣嗎 我想這最近幾年喔 大概我們的表演節目 其實月來月 除了藝術節之外 其實很多團隊也都希望來到 台南文化中心做演出 那所以我們剛剛除了 留了這個黨籍之外 我們的辦法就是 每年我們大概在三月的時候 是我們全國的這些 不管音樂比賽或舞蹈比賽 他的比賽揭曉的日子 所以我們就說 三月會接受大家學校來申請 然後如果只要拿到全國 特優的資格的這些學校 那就我們就另外再提供他 一個機會在文化中心做演出 科長我已經知道 你說的我有錢 你現在辦法是怎麼 你出來你定辦法是什麼辦法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參與 藝術節的辦法 我們就是希望說 藝術節不是只有說 沒有啦 我現在是說面對孩子 我們在地的孩子 尤其是特優的孩子 全國比賽的孩子 要進入你們現在是沒有錢 你們的定案是什麼辦法 對就是只要有拿到全國 特優比賽的 都可以進去 對我們就把 阿哥不要再審核 我們會 還要送什麼 審核是調整那個 檔期的時間 要討論當季的時間 因為大家需要的時間 不一樣 我們盡量調好 沒有啦 我現在不是叫你調 你說那些 我就意思說 我們如果 就像你們是特優 全國第一名的孩子 可以到文化中心表演 還要審核嗎 還要只有定時間 就好了去 你們的空檔期 是不是符合 還是還要像你們說的 要跟藝術怎樣 就是要受審核 由你們的委員 再來看一次是不是 這樣都浪費時間 不會 只是調檔期 沒有要做他的資格 是調檔期吧 對 調檔期本來就應該 不是說 哪一間學位來 你來培起別人 所以既要有特優 他就有主價 現在你的意思是說 他的方 他就是 既要是台南市的學校 他只要是特優 特優是全國 還是台南市 也可以 全國特優 全國特優 如果有再多 如果有再多出一些檔期的話 那我們台南市的比賽 特優的也可以進來 但是我們基本上是先保留給全國特優的 因為檔期不多 檔期不多 那如果沒有在3月跟6月的時候 他還可以進去表演嗎 可以 其他的時間 今天我們就平常都會接受這些學校來申請 我們的表演檔期 這個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特別針對藝術節期間 因為冬季比較慢 所以我們特別遲些時間 讓大家好好來參與 其實喔 局長 其實我的建議是這樣子啦 如果說因為國際藝術節 在我們台南市有發揮的空間 可以跟我們台南市 在國際上的名稱就對了 不是賣的啦 如果我們台南市整個孩子也不能不顧 你說的教育跟文化是結合的 我是建議說喔 你們這種方案 你們這種政策 我沒有去反對 你說的全國台南市的特優 都有資格進入我們國際文化中心表演 我也認同 因為現在學平學那麼多 大家都要文化中心 台南市有代表性的文化中心 東區的文化中心表演的話 這樣也會用過多少 這個我不可否認 但是我實際上說 全國性 除了全國性 台南是表演的 特優或是第一名 都應該有資格進去的 不用再審核了 那我也希望說 當然你說 你三月到六月的成員是嫁 藝術節 有可能滿檔 有個大朋友排員會滿檔 那你可以跟所有的學校 溝通 你們可以在3月6月這個檔期 盡量不要有節目 就是在某個七月八月或是二月 學校自己自行調整嘛 你要告訴他們這個信息 三月六月 你第一名 忘記你也沒辦法進來 不是沒反應 你要有這種想法 是不是先跟學校教育方面的溝通 不一定要到三月跟六月嘛 但是他們都是有資格在 你我們在地文化表演嘛 這樣應該理想當然吧 是啊 他如果說 輸到可以 九月十月十一月 對啊 我們也很歡迎 所以你們要跟他們溝通 你不是開話說 你們會回答 你們第一名 時間上不要像房課長說 3月6月排一 講那麼多方法 你就跟他說三月到六月 有可能你都不會回答 你們幾兩次 暑假的時間 還是年初的時候一二月的時間嘛 我們這樣定議員 你也知道 他們都是要在畢業典禮之前 有一個成果發表會 所以其他的時間 他們就比較不想要 所以我 你要知道我們在地 都說一年就到 比賽有幾個 幾個學校 有三個名次來說的話 那你就乾脆 黨旗那個國際藝術學 表演的時候 三個黨旗的時候就 不要給進來嘛 他們大家都要猶豫嘛 我不要相信 這個說明會的時候 就是因為 一方面是說明我們要 逆的辦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 聽學校的意見 所以也大人說 其實不一定要 很多的時間而已 我們其他的時間 我們都還要好好 那就像機長所說的 他們其實都要在 畢業典禮之前表演嘛 要成果嘛 三個成果 六個成果 要表演給 他的家長看嘛 世大人看嘛 這就是 大家世大人知道 所以我告訴你 你怎麼做條件嘛 就對你比較聽話 我們已經長校 長校都溝通過 所以阿廷阿 這份教會好 議員看一看 這是大家有共識的一個 這就是很簡單 這是很簡單的工作 已經從去年做到現在 不用再計畫了 心理上有一把尺啦 這樣好 謝謝 請我們本會 我們創王傳 創議員 10分鐘 主席 教長 那個 阿米阿 他的建議 那有得力啦 我自己問他 是那裡 有時候要彈性處理一下 真的 那麼當然 我們台南的展演空間 是不夠的 我們也知道 我請教一下 這個 因為近年我一直跟 賴市長建議 那個多功能會展中心 現在也要結合巨蛋 那裡面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空間 這時候我們也可以 文化中心的部分 也應該可以爭取在那邊 有多一些的議文展演的空間 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 特長你要看局勢協調 是 因為這個經費 十八已經下來了 是 所以說他在做規劃 但是規劃的過程 你如果不清楚 不是 多個人會展中心 不是全部都商業化 有的東西是可以 藝文的空間 可以讓下去的 因為後來都變成國際級的 不能夠喪失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點我也要拜託 教長努力一下 簡單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跨局處會議的時候 市長也有才識 的確是一個多功能的 尤其要提供五千人以上 可以提供表演的一個 劇場的空間 所以這個百分未來 設計的時候 我們有參與 我也會提出我們的建議 比較看法 謝謝議員 因為空間很大 是 就是說他周邊的 包括你可以還設計一些 比較中聽小聽的部分 其實可以幫助很大 到時候 所以大家就不會在那裡 要聚會文化中心 我們如果設計更多集 大家也要去新的地方 是不是 是 這個問題是好 大家都聚會去表演 但是 好好的部門要彈性處理一下 因為他們有些表演 是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是 另外就是說 局長我問 我請教你一下 這個 飛燕新村 那種移植 現在的進度 認定到什麼程度 飛燕新村的移植的審定 對 他二十九號 二百 二百委員 要去現場做現刊 而且是有歷史學家 有考古學家 是跨兩個 所謂的專業領域的 一些專家一起去會刊 那我們會從他整個歷史的時間走 而不只是光看所謂的移植的部分 所以這也是過期的審査這種移植 過程當中 不需要看聯繫審查的方式 所以這次很慎重 所以我們很慎重 在處理這個事情 慎重 是的 慎重出來的結果 當然要讓人沒話說 當然 我們的認為說 慎重但是時間要快 是 不能去把它拖到 就是說 老實說 前陣子才發生那個事情 我們有議員當時歡迎說 連這個議宰精神 為了要防止登革熱積水 阿民陀就被空起來 顯然我們對古蹟方面的一個 你不要說態度 就是說至少是基本的教育 從上到下都應該要有 認識都應該有 那個 要讓我們感覺到 我們對古蹟的重視 跟積極的態度 尤其是 你從這個非運青春 這個遺址的認定 本時也認為說 實在是所謂的 你看對那時候 你已經過了多久了 這年過的時間 頭過了 老實說 我希望說 這個局長 你應該再更積極一點 更更關心 我心情是因為說 已經是很明顯了 你如果像 一樣是遠雄這個案 在新竹 新竹市長科之間 他就主張要跟遠雄解約了 可不可以解約 當然這不是你的權責 你的權責 是在移植古蹟的部分 但是我是主張說 應該可以跟他解約了 我們裡面 那個六角上面 是有他的綠地 很漂亮的綠地 裡面還有這些移植 珍貴的移植 這個都是新的事實的發現 也就是說 那應該用更積極的態度 那應該用更積極的態度 我們在那裡 甚至我也呼籲說 市府應該直接面對勇於 提出解約這個需求 沒有必要讓他在這邊 再過度的開發 這個部分 這是我本席的建議 所以說那個 拜託局長 也把這個意見帶回去 就是在跨局勢討論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考慮 更積極的去面對 直接跟遠雄解約 那個地方直接就做保存 不用說移植的發現 大家綠地的這個保存 就很有價值的 就真的很有價值的 那後來帶來的價值 絕對是 遠超過財團的開發跟破壞 所以說這個移植的保存 我也拜託這個局長 這個部分 要更積極更慎重更嚴謹 那隨時有更好的一個消息 你要趕快對外發佈 給大家放心 有時候不用客氣 該解約就給他解約 我們有新事實的發現 這是代表我們市府 對古蹟保存的一個 態度含這個精神 在這裡 跟這個局長這裡建議 另外剛才我也有同事說 你可以去做消防局長 我也認為可以考慮 不是說去做怕會 我在議會這順的時候 其實我也知道你們 拿過說 杜華局長來做文化局長 文化局長來做杜華局長 各做兩個月到三個月 是怎麼要這樣 把你們的本位主義給打破掉 有時候 文化局在做這個事情 杜華局幹部局 會在做 互相抵消的工作 你知道嗎 大家本位主義很重嘛 我主要開發 杜華局公務局 會開發好啊 城市進步啊 但是文化局的部分不行啊 這資產保護是第一個啊 沒有去就救不到啊 會互相衝突嘛 那個思維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可以考慮 杜華局長和文化局長 輪調做個一個月 嘗試看看你們的思考決策都會改變 而且會互相的運用 杜華局長就知道說 我這裡有利用都計法裡面 哪一個條文 哪個部分歷史保留 直接劃定古蹟區 那個台頭和角色的完成可以改變 馬上可以建立這樣的一個心態 那如果我做杜華局長 那個飛燕新村那個地方 我就直接把他學起來了 還跟他玩那麼久 還跟他耗那麼久 就直接給他劃定了 那裡有這個整個遺址的發現 馬上可以化為一個特定的一個區域 來做保留 當然啦 文化局為了審慎 召開聯席審查 跨聯席審查 這個我不能說不行 這審慎的態度是好 但是喔 速度要比較快的 我覺得應該趕快讓他有一個了結 該跟這個 遠遠遠上 說 goodbye就給他拒絕掉 我主張那個地方不要過度開發 該保存要積極的保存 在這裡建議 謝謝 感謝蔡議員 我也建議議員做三個月 官員做三個月 大家好想 謝謝 請我們羅君羅 羅議員 感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 他 他 那個 我們中政樓 那個議員 民生議員 那個 國父 國父的同像 其實這個國父的同像 大家都知道 都是 因為政治的關係 政治利益的關係 想要把它給拆掉 就是市長一定不敢生人 我覺得 因為做一個市長 要做 不敢生人 以前人說 你走得 你是男人還是女人 這樣 來形容 我現在可以用一句來形容 他根本 就完全都沒有那個gas 他今天 你加主場 要來聽這個銅像 你就大蠟蠟地說出來 我想拆這個銅像 不把它恢復 就直接說 那坦白的就好了 為什麼不敢說 為什麼 去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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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當上的那些團體 說 要你來聽 我支持你 我不能聽 這是 很不負擔心的 後來 還現在有議員幫你問 問說 銅像要不要恢復 你是一個文化局長 你有你的堅持 跟你的專業 如果 如果 你連回答這個也不夠回答 你才有告訴別人 做文化局長 有 因為一個文化人 他有他的堅持 跟他的專業 不管 今天 長官 或底下 有任何 不當的 你有你的堅持 你不敢說 經常要回答 我感覺 這樣是不對的 總是要有一個時間表 對不對 我說這樣是不對的 議員報告 我知道議員也很關心這個問題 我也是很關心 這部分是 行政做工作 總是要比較周延 周延一點 很多部分 他有他的程序 沒有啦 你不要說 我沒有要求你講 我沒有要求你講 我沒有要去穿 跟你說 你一定要講 我今天是跟你說 你身為一個文化局長 你要有你的專業 跟你的堅持 你如果覺得市長 說的都是對的 我沒意見 因為 北京 你的認識觀 也還在市長的手 是我今天 要叫你講這個 講得話 這樣而已 你今天身為一個文化局長 台南市是怎樣生氣 是英法文化生氣 文化一處 台南市的文化一處 最主要的 安平嘛 過去 台南市 做高檔的市長 安平 開總金六十億 包括中間的預算 和中間的預算 你做五檔 你告訴你 你當時的文化 有時候 有時候 社區 要把你拖兩萬塊 建議而已 說得全成分了 我告訴你 到現在來 要跟你說什麼建議 不建議 我告訴你 你五檔 你安平在開什麼 過去的 五檔的進展 安平的遊客 是臨散臨害 還有做這五檔 你沒有機會去 拜六禮拜去安平看看 想到這個減四成 10個人減四的遊客 這是因為怎樣 因為人不想來 文化 頭前有很多議員有說過 文化是由我們 我們過去 過去 我們的風俗 跟人文 所延俗下來 跟一隻臺灣前 三百幾年 三百五十五年 第一成功坐臺灣前 來到我們安平 這隻臺灣前 你現在很主持 拍戲 修理到現在修理不好 這隻開一億 我們台南市的錢 不是在那邊 這樣在那邊 在那邊 這是要負責人 什麼呢 這隻臺灣前 今天如果說這隻臺灣前 是你們家的財產 你可不可以放在那裡 放在村口裡面燈的派 你們家的文化 你帶動什麼 文創 又做了什麼 你們做五年 這五年 問問你們建設沒有 沒有 還在整個 你們整個什麼 你們規劃了什麼 在目前 臺灣 以南部來講 你看人家三滴 四滴 又帶動這麼多UK 這叫做文創 這叫做 我們 我們有這麼多主緣 放的都沒有在營 你如果繼續放兩檔 我看我們 暗邊的UK 來減更多 你自己想看 你對得去我們暗邊 對得去我們暗邊 沒有 對得去台南市民 沒有 是要怎麼 台南市 因為是 怎麼可以成家 是因為暗邊哭 議員報告 我知道議員對暗邊 非常非常的關心 那其實暗邊 重點 不是說開發 我相信議員 我又不要跟你說 我又不要跟你說 你像 一個歷史園區 你都要開發 我相信議員 你看我這樣 我請教你 延平街 旁邊的校中街 齁 那 你們有開發嗎 那早期 在康天才會的手 做一些 做一些 行動 做一些老街 造型 你們教你的手 你們做嗎 連一行都沒有做 連一行都沒有做 你們行為 文化 在我們暗邊區裡面 是假的 剛才幫我們 想問平而已 一台金色的問評而已 我們當作金序的論 議員 你應該也了解 我了解什麼 這 要給你拖兩萬塊 經費而已 說到全清分了 國籍的部分 一直都要為何 修散 德濟洋行 你看李文正 李文正 你叫金色 金 金 一台金城 扮多少 破壞股積 我還敢不說你的 有問題的部分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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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哈雷 哈雷 哈雷哭哭哨 李文正 去幫你們 照照 你照 破壞股積 你有主動出分嗎 我有處理的部分 我們都有處理 你有主動出分嗎 改善 國的部分 我們都有處理 我還要把你解決 你解決完 都有啦 都有啦 我還要把你解決你解決完 這不是你們的經費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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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火啊 那什麼火啊 哇 那一個 過年在辦的 什麼 那兩天花一千萬 你們又有選這年多 地方 如果要給你投兩萬 看有選 就像這樣 給你們分喔 哈 就一定要跟你說 我都不會跟你跟你說 看你不會 我一定要卡通跟你拜託 你都買 你應該要來問我們說 啊 你這社區 今天你都在這裡 一台金銜 一台金銜 暗民國部 樹屋 都在你們這個中所 在這個地方 都影響到你們這社區的鄉親 齁 都 這油漆都等一些本舍 做成你們就困了 不然這樣 你們社區我們特別多幾萬塊 你們要來搶 你們要主動廣告 是不是這樣才對 基本本 等久以來 以安秤家的社區 我們一直藏的活動真好 社區總體應做頂頂 其實 我們藏社區的活動 離庁的活動 都非常非常好 齁 他們需要我們去搶一個衣 我也都會去搶三天 所以改做 我們已經都會做 不是 我跟你說 你不用想說 我們只要放兩萬塊 我經費 我不是 很大的情緒 這樣齁 這我不會這樣想 議員我不會這樣想 一定要卡電話給你拜託 不然就不會準 我相信議員不會卡電話給我拜託 心態的問題 心態的問題 在地區上 今天有影響到 我們市政府有利益到 我們多少要回饋一下社區 他們辦一個問號 你們如果沒有辦 你們就要鼓勵他們辦 他們就這樣比較對 是不是這樣 我們也是暗邊的一份主 所有長社區都是共榮的 所以 再給一分鐘 暗邊做什麼 我剛才議員報告的 你報告什麼 我聽不懂 你再說一次 這固執的收貨 你想東興洋航來也要收貨 德濟洋航剛才收貨好小 這樣齁 所以相關這個文化主戰 收貨以外 會幾位 收貨是因為 剛才這次的地區有影響到 所以剛才除了收貨以外 有任何什麼建設 其實這部分齁 其實這次暗邊 我們現在鼓勵 地區沒有什麼影響到 所以我們原本就是要去做收貨 因為時間都超過30年了 所以這都是積極的做 剛才文化這個東西 是生活跟風修跟人文所結合 是 啊你跟我說收貨 這是世界的基本的嘛 高齊的收貨 是世界的基本的 你敢知道 因為市府也不常常 無法繳 在暗邊那裡 剛才五年來 對暗邊一點點來講 就沒有了 金發局啦 都發局啦 他們也都在暗邊那裡有導致 所以不常是無法繳 而已 導致什麼 好來我們介紹 請問林美燕齁 林議員10分鐘 請 來我們文化園區的科長 你接任這個位置多久了 兩年 兩年了 那你對整個文化園區 你認為台南市有幾個你知道嗎 報告議員 我們文化園區管理科 我們現在負責的園區有三個 一個是蕭龍文化園區 一個是總研議文中心 跟水交社文化園區 你們分配的嗎 文化園區就是園區的部分應該由你全部來統籌才對呀 議員補充報告一下 我們說不證明的都是武器營運 對嗎 不是 議員補充報告 有的部分是土法局 他們有在處理 金發局 觀光局 文化園區 局長 你們各個科是 你說的就是名字 這個科 他的就是代表 他的業務 很明顯的文化園區 寫四個字文化園區 他只負責三個園區 我們今天很納悶 包括我們水交社文化園區 我們就是很小學位嗎 很小學嗎 還有剛剛文化園區的科長 我們就有議員問他說 藍區有哪些文化園區 他講不出來 所以很明顯的就是說 他的心中只有三個文化園區 難怪我們所有我們 所有文化園區都被邊緣化 甚至我們藍區的文化園區 也被邊緣化了 包括我們正式的 我們建築文化園區 包括我們科文西灣文化園區 甚至那個局長 我們長期一直在配合的 我們一旦任議員 我們就一直在推在地的文化 包括園的文化跟藍的文化 我想局長你也知道 我們也到了 原則那邊立了一個碑叫做 臺灣地藍 這個原則文化 已經大家都已經證明了 它就是藍的文化 在這就是我們藍堂 我們花了多少心血在那裡面 我們也曾經寫了一個報告出來 包括現在針對談的 通盤前文化 也開始在寫這個報告 還有你我不知道說 你原來 你的文化園區的科 只是針對三個文化園區在做處理 不怪我們在南區 很多文化園區 講不出一個什麼叫做藍區的文化 我們南區不是真的 那邊沒有文化 你知道嗎 我們南區的文化真的有夠多 是是 我們南區的文化都在南區 包括建村 這是改造建村文化 一個實質的文化都在我們南區 為什麼不去重視呢 為什麼不去發展還要 講不出一個所謂的 還要私下報告 什麼叫私下報告 這公開大家一直在講了 還私下報告 你完全都沒有了解 完全都沒有用心 難怪我們來信越來越被演化 你剛才說的統盤前的 還是嚴重的文化的調查研究報告 那都文化局 從區公所大家共同去完成的嘛 所以第一點 會去做那些調查研究 或是關心才會去做調查研究 所以局長 所以絕對有關心啦 我跟你講 在於我們原來文化和統盤前文化 談的文化裡面 談起來我也覺得你有所謂 但是今天文化園區的科長 跟我說這關在工作上面報告裡面 他跟我說他不了解我們南區的文化 我跟你講這點我是相當的氣憤 我跟你說 我絕對不能接受 所以局長 希望你能夠真的把我們在地南區的文化 能夠找出來 而且就如同你對別的三個園區一樣 那麼的用心啦 這樣可以嗎 我們言成出張所也開始修了嘛 未來就是我們的故事 你不可以讓文化園區的科長 一個科那麼的大 跟著你專屬三個園區 我們真的比人家小孩嘛 不會不會 你把我們兩個園區 你既然這樣很用心 在我們南部有一塊文化園區 麻煩你也把這幾個園區 請文化園區的科長 在這個部分的業務移到那邊去 你不要再把我們去給別人鼓蹟 我就不是鼓蹟 你怎麼放那鼓蹟要做什麼 我們是在地的一個文化 我們不是鼓蹟啦 所以局長 業務三面 你一定要很明確 依靠我的頭去做運作 才可以把它做完用 這樣好不好 可可可以 跟議員簡單做一些報告 不用啦 你不用介意到 一個園區裡面的文化內涵 很豐富 工具太好的 文資處要去做 但是鼓蹟 我跟你講我們那幾個文化園區 就不是鼓蹟 我們比較有鼓蹟 我們藤比較有鼓蹟 我們通牌前比較有鼓蹟 所以我們要的是文化園區的 就是一個指援的規劃 好不好 這個部分 我想你非常用心 在長期對我們南區 我想在你的工作報告上面 我們真的有看到你說 原廠圖書館的開幕啟用 在去年12月19 真的 我現在真的拍拍手 而且很高興 你又上面講說 你今天記得世衛科劇 還有人文修寫的現代圖書館 而且我們有助動的借書機 圖書紗記記這個等等 讓我們方便的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借書 然後閱讀 帶動地方上的文化氣息 我們最近從12月19開始開幕以後 我們去抓了幾個 大家 市民到那個地方去 他的滿意度如何 我們有去抓了幾個 但是喔 局長你有去看嗎 沒有人 認同 整個就是閱讀的環境 他們覺得非常的不良 太吵了 太亂了 太髒了 是網路上面有到現場去做一個 真的要去抓的人 他們的反應啊 他們覺得說 我們這個是一個市的圖書館 我們不是地方性的圖書館 我們市的一個圖書館 歸納在四個圖書館嘛 對不對 分館嘛 結果裡面的品質環境 真的讓他們很失望 我想這邊 寫得很像 你拿那個 你的飲料 黑白糖 吃穿的放在那裡 還把飲料帶進去 然後大家坐在那邊聊天 也沒有人在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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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然後你書就亂擺亂犯 你看 只要拿好一個圖書館啊 大家我們地方一直在盡處 好不容易 花了一億兩千多萬 在那裡面 設置了一個圖書館 民眾去那邊使用的結果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希望局長 你去瞭解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如同 網路上面所說的 對我們這個圖書館 他們覺得說 蓋得很漂亮 裡面的設備也非常的好 但是整個人 就是人性的管 來文化科科長 黃科長你坐下 他讓他們覺得說 原來不是那麼的安靜 就不是像我們台南市的 我們圖書館那個樣子 他沒有一般圖書館應該有的環境 硬體設備是有 硬體設備是有 但那管理上面他們覺得說 滿失望的啦 滿失望的啦 不足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來加強 不是不足 不是不足 我們請洪館長這邊 也在管理上繼續來加強 是管理不是不足 當然我們希望更多的支援進去 但是在網路上面的反應 他不是說設備的不足 寒假期間我有去看 那的確寒假人很多 小朋友也很多 這個部分我知道 也有一些管理上的 一些需要加強的 這我們會繼續來加強努力啦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那個局長 你可能要多用點心啦 因為淵條圖書館是我們在地 我南區甚至現在已經很多人 都到那邊去做一個就是夜讀 尤其如果暑假來的時候 你說暑假 那面臨又是考季的時候 我想使用力應該非常的高啦 所以如何提供一個優質的夜讀環境 讓我們的台南市市民來說 我最非常重要 既然我都花了那麼多錢 硬體建設也OK 那當然未來我們必須要再補充一些 嚴肅在裡面啦 所以希望說我們這個部分 局長跟我們圖書館這個科長 你要多用點心啦 好不好管理上面 我們那邊應該有編制人員在管理吧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可以站起來講嗎 啊 報告喔 嚴程圖書館使用率真的很高 平均每個月的介入測數有3萬多測 那也因為他一樓是兒童室 所以小孩子在那邊就是 比較沒有辦法控制 那這部分我們也一直都有請同人去處理 如果有需要做隔音的部分啦 因為你下面是兒童的話 可能有時候會影響到二樓 那你是不是說 我們還是必須要給小朋友去做一個 就是遊戲啦 閱讀啦 反正那個有正外面的設備 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只有這個的設備 我們又不能禁止小朋友進去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何在二樓的閱讀這個部分 不要去影響 人家看書的人 是必須要做加強隔音啊 還是做什麼 我想你應該要提出來啦 有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部分我們有跟原來建築師 有在討論 因為他那個大的樓梯 所以深淵往上 這部分我們也在處理 好 那你要看怎麼進去 去處理嘛 達到酸飲嘛 好 小朋友可以去那裡去投 還有到教育的進程 因為裡面有這些 針對小朋友有做一些教育的設施在裡面 所以你如果達到小朋友那邊 能夠有啟發的一個功能之外 啟發的功能之外 因為在上面的閱讀的環境 一定要提供一個安靜的環境給他們 還有啦 有些市民可能飲料帶進去 這個適不適合這一點 第二 就是帶進去的情況是 要麻煩他們吃了一定要帶出來 那裡面你看照片上面 都有那個一些人 把飲料就喝一半放在旁邊 不好看 來請我們呂貼姿 呂議員 時間10分鐘 謝謝主席 請問一下葉局長 我們有關於新營美術園區 現在 我看那天已經有做這個童年狂想曲 整個有關鋼鐵廊道的部分的改造的一個 一個開幕跟策展 那接下來今年主要的重點在哪裡 今年的重點是從大同路到中正路的這一段 一個整治 包括本田三一 歷史建築的修復 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了解到 這中間其實有一些未徵收的民地 還有這個民族路教會的問題 這你了解嗎 徵收的部分我了解 那您剛剛講說教會的問題 民族路教會是這樣子 民族路教會它是這個54年的時候 它現在所有的這塊地 他們就是這個教會就已經購置完成了 那他們是一直到 但是在55年56年之後 都市計畫才發布 而且就把它發布成公園預定地 那一直到後來 你也知道曾經有過在台灣的歷史上 曾經有過宗教用地 不管是教堂或其他的寺廟 甚至一直被化為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保留地 但是一直沒有完成徵收 甚至要徵收的時候 還引起教有的抗爭 還鬧出人命過 後來經過這樣的事件之後 如果是合法的 他原來他就夠宗教法人團體 他購置完成了這樣土地 內政部就有一個決議說 尊重原狀 同時在都市計畫內 要能夠協助他們把它變更成為合法的 宗教用地 那一方面當然這不只是這個文化局的責任 另外一部分就是也是都發局的責任 因為他這個購置這塊土地 發生在發布都市計畫之前 而且他的這個 他上面也是有取得有使用執照的這樣的一個建物 那這幾次的都市計畫通販檢討裡面 都沒有去處理他們 都沒有處理他們 所以最近他們專案提出陳情 希望能夠把它變更出來 一方面從公園預定地把它解編 二方面是當然希望能夠順利成為這個宗教用地 那這個部分 民族路教會這邊也來正式 也經過本席這邊也跟文化局這邊來說明 他們也絕對會配合整個新營美術園區的這個規劃 包含外觀空間的設計等等 都希望如果說這樣的一個讓他們這個用地等等相關的合法化 能夠一起來協助的話 他們在整個設計上面 在空間的搭配上面 都會願意一起來 來參與這樣的新營美術園區的建設 所以局長你過去還不了解這個狀況是不是 是很清楚 所以當初你們在規劃整個新營美術園區的時候 特別針對於目前中正路以西的部分 過去的重點前幾年都在這邊 現在中正路以東到你說的大同路是你今年的重點 那如果這是今年的重點的話 這個民族路教會的部分 請您跟都發局找時間來開跨局處的協調 我們一起來參與把這個事情來解決好嗎 對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人民的相關的權益 而且其實對於整個你們美術園區的建設 如果他這個合法權益沒有給他解決的話 你們的這個整體的這樣的一個藍帶的建設 會遭遇到很大的困境 好 那這個是務必要解決的 好 那請坐 那個許處長 好 可能你坐整個檔子可能比較適合 所以來給他關心一下 現在你覺得新聞處在相關的業務裡面 主要是新聞行政嘛 然後這個地視台啦 然後這些傳播的東西啦 然後另外這個對於市府的這個新聞處理發言的角色 另外當然我們還擔負了這個對外的國際關係的發展 你覺得現在跟中央部會的這個權責的對應 會不會有發生一些沒有那麼 現在新聞處對中央的直屬的部會是哪個啊 因為跟議員報告 那個因為業務的不同 然後會有不同的 像影視它就在文化部 然後原來的新聞的所謂那個 語情聯絡的部分或是媒體聯絡部分 是在行政院的院本部 那其他有些國際關係的部分 現在是在外交部 因為業務的不一樣 其實對應到中央大概會有四五個以上的部門 甚至包括電信的部分 它就在交通現在的交通部 甚至是NCC 所以是業務不一樣 它對中央的部會就都不一樣 所以你看現在你還是這個新聞處的分工 還是放在我們教育委員會裡面嘛 對不對 那但是事實上你的這個 你的相關所主管的業務裡面 在中央有關影視的部分到文化部去了 有關輿情聯絡新聞發布在發言人事嘛 那這個其他有一部分 像第四台這些到NCC去了 那還有交通部的 那對外的關係又是在這個外交部 真的處長在關很看齁 真辛苦 那我們最近有觀察到市政府有成立這個 現在不知道到底叫什麼 是兩岸事務委員會還是兩岸事務小組 兩岸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委員會喔 這樣子這個未來會不會在你們的業務管轄範圍之內 有一個組織條例 那組織條例是現在在研考會 對 有組織條例 都會有一個組織條例 那就是類似它有一個 我不曉得它的位階叫什麼 它有一個組織條例 那會有就是要外聘多少委員 然後它的組織的一個法源 這個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本席就非常的感謝 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個兩岸事務現在就是 在地方政府 在地方政府是沒有主管機關的啊 沒有主管機關的 所以今天如果是兩岸事務委員會 假設要成立的話 這個組織的自治條例 是要送議會的啊 是要送議會的 所以如果它是任務編組 那當然就是府內自己來處理 那如果是要正式成立一個機關 那當然就是要有這個 編制的自治條例要送議會 但是 這就是本席有注意到的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兩岸的往來 在定位上 在我們目前兩岸往來的母法上面 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它的中央主管單位是陸委會 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完全沒有授權地方政府任何權利 那可是現在你也知道 對岸對我們做的各項的交流等等 其實大部分都是針對我們地方 都是針對地方 不管是農業、觀光、交通、宗教、文化 其實像文化局一年跟對岸的交流 也是數不清啊 只是正成功就算不完 那個總教我們的母廟 不管是台南市的母廟 還是我們鹹主的母廟 到對面的也很多 那所以事實上地方上沒有一個主管機關 是一個相當 姑且不要說危險 是一個空窗的狀態 是一個空窗的狀態 所以如果說 台南市政府在這邊 能夠把這個 能夠把這個一個明確的主管機關 能夠把它法制化 好 本席是相當樂見其成 相當樂見其成 再給一分鐘 好 好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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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 處長 基本上他是一個總和性的 所以他會是在研考會 沒有關係 我是這樣子跟市政府跟您這邊建議 有關兩岸關係的部分 本席樂見市政府能夠跨出這一步 能夠把它法制化 如果發現說 這個地方確實有自愛難行 或者跟中央之間有權責不明的地方 我們不管是現在也好 或者是520之後也好 應該要在整個內閣裡面 去提出這樣的一個改進的方式 改進的方式 那我也希望說 現在新聞處因為負責對外的交流 不管是對日本對哪裡也好 考慮跟公共旅遊局跟橋樓局等等 去設定明確的一個指標 去設定一些明確的指標 然後讓這些對外交流 能夠有比較明確的目標 能夠達到 好 我們來繼續 你目前 你議員 當我們李文正議員這孫之後 我們要業務咨詢 我們的在議程就結束了 10分鐘 好 那個 謝謝主席 這個局長 我們在庫天宅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我建議說 這個圓兵軍工室的這個動火 這個不倫不類 要拿掉 就要拿掉 就要拿掉 經過我們的文憲委員 大家開花的結果 都用一個改正的這種說明 當然在那個時候 這樣決定 我覺得實在是非常失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一個政府 還是說我們就要 富合這個整理 富合這個屬性 因為實在說 你說一列這個動火 在這個圓兵軍工室的這個裡面 這個實在是不倫不類 因為 這是電信工的一個 東西嘛 結果 那個時候 人家說 蘭德電信工 那個時候有加入國民黨嗎 所以 局長 我感覺說 因為 這個是怎麼 我們台灣 不會進步 是怎麼 我們台灣 這樣越來越不進行 因為怎麼呢 因為我們在做事情 就是這樣 相當相當 相當 不敢 性感 不敢 這個 那個 對救人力 做事情 會拖就拖 所以 很多市民在說 說 文青 現在 整個社會 這種 非常清澈的 東西 你說 那個 動火在這個圓兵軍工室 裡面 如果是說 用一個說明 就能夠交代 如果這樣的時候 這個政府改造的當上 還是說 這個孫文的這種當上 這也都不用處理 以前過期這些獨裁架的 這類的東西 那也都不用處理 我們就用一個 牌子來跟 說明就可以了 不是這樣 所以 我 希望 極端 你能夠把這個 十二棋的這個 東西 拿掉 要 幸好這個 固執 一個清淨的空間 極端 好 感謝 李議員 喔 長久以來 對台灣的主 提醒 都非常非常看到 你真的 有特別 我交代這件事 我現在有去上官的文件 因為過去做的那些 關於什麼文件 總是要 全部去做一個了解 這個過程當中 雖然有這些文獻委員會 那時候的關於 不過後來 他會有多一個文化築範的 這個身份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的經濟 去考慮 不過現初是 當然有那個 那個 那個 率明而已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 立書的東西 要還原真相 盡量 這些立書事件 這個過程 讓經過 我們一代人了解 去建構 他政客的 這個史觀 就對了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 除了你剛才支持的部分 我們會後進來 所有的資料拿出來 好好看 其他 要怎麼 這些 這個立書的部分 交代又更清楚 這我們還會繼續加強 因為 你說結業這個 這個 東非地 那個上面 這個 電動是破壞固執 這個局長 因為這種 這個東西 含固執 這是完全是無關的 這個東西 所以 你說這種東西 可以動作 是這個 固執的一部分 這就是 比作 這就是一個 很大 很大的 天大地大 切合 對不對 所以 很多人都在說 我們在 300多年 當時 他就知道 他要加入國民黨 那是這樣 當然這個東西 含這個 董牌是沒有聯合的關係 我們就是說 這個 固執 我們要讓他有一個 立書的 這款的 修飾 就像你說的 經年的時候 我們這個 東非 東國的 這款 因為這 就是 透過政治的 管理 透過政治的 管理 我把這個 看起來 看起來 因為那時候 大家不敢說話 但現在我們 這就是民主啊 所以我們就要 行為這個 固執的 這款的 一個 清靜的空間 所以 局長我希望說 這個東西 你如果真的說 我們不去 做一個 改館 不去做一個 處理的項目 我怎麼期待說 你可以為到 這個 我們的文化 來做什麼樣的事情 對不對 局長 這個 拜託一下 好 我再請教你 就是說 這個 我們 藤的中 紀念公園 這個 藤的中 在這個 一九四七年的時候 三月十三 在這個 當初時的 李玉 應該是 這個 伊冠寺是 叫做李玉公 還是 日本時代 大政 台政公園 那個 就是我們 這個 藤的中公 台政公園 這個 台政公園 這個 後來這裡 遇到這個 民生律元 所以本來 他也不是叫做民生律元 本來是 那時候是 開這個 俄裔太郎的 這個 黨雄 叫做 台政公園 在我們的 酒店的 這個 所以 這個 後來的時候 這個 孫文 他在那裡 來 做一個 黨雄 這個 也是 灑火 應該是灑火 環境的 這個 了解 是 其負責 這個 其負責 以前 我孫文 一百年 但是 但是 它是 灑火的 灑火 對 所以 這個是 這個 灑火 應該是灑火 應該是民間團體 好 這個 東西 就是 今天 我們一個文化的主體性 在哪裡 我們就是要 學歸這個 歷史的屬性 你想說 是怎麼 在二、二、八、四、間的時候 是怎麼 我們台南市 我們 我們不像高雄 不像家旗 不像家旗 不像家族 不像家族 在全民的這個 多數 就是 因為 有這個 藤敵將律師 他就是 把所有的 這些名單 整個 全部把它照掉 直到 這個名單 沒有去由 國民黨 提起 所以 我們台南市 他就 避免一張 這個 大堂山 就是說 在這個 二、八、四、間的 中間 我們台南市的 犧牲 我們就比這種 抗到最多 嘛 因為 藤敵將 來犧牲到 他的生命 連老來 換出到 很多人的 這種生命 所以 這種 這種精操 這種精神 沒有偉大嗎 好 可能 那個時候 如果這個名單 如果說 沒有因為 藤敵將 把它照掉 去國民黨 提起的時候 可能 反省 很多我們的親家 很多我們的朋友 很多我們的 出兵 很多我們的界別 很多我們的兄弟姊妹 叫我們律師 這樣他了解 可能就是 當初是 在生態的 這些 這個學生 是 佔台德所 對不對 可能就是 我們的親人 在那個地方 就是要秘土沙 所以 這個 湯敵將 紀念公園 我們紀念是 要來紀念 這個湯敵將 我們就要 趕緊 把這個 湯敵將的 紀念 公園 我們就應該要來做一個 這樣 整個 做一個 這個 來 那個 可以做一個 這樣 比較有一個 就是說 真真真真 來紀念 這個湯敵將的 這款的一個公園 對 究竟對不對 當然 已經已經有這個 當上 未來 這個公園 整個 做經歷的時候 當然 有關於 這個 我們當時 要做 因為我們 要進行 調查研究 最後的改單 所以我們希望說 今年可以開始 做修後的設計 因為 很多市民 在問 說 文正 到底這個 湯敵將紀念公園 當時 要做 好 我們要怎麼 真正 來 這款 這個 李文正議員 這個 很多很多市民 在關心 好 再做了 我再請教 就是說 今天 今天 這個順文 這個當上 因為他在那個地方 金本都已經都沒有遺憾了 因為我們後來是由西亞會 來在遺憾 應該照你說 我們人家 這個當上就是西亞會 當中是關情的 結果的時候 我們 像說 我們去把這個 副定規教授 我們去把人教 什麼 我們還要叫人 背上 這個 局長 我覺得這樣做 是這個 不應該 這樣做是不對的 因為 那個東西 那個地方 紀念是 湯敵將紀念公園 我們就是要來 複合這個 主題 還知道 那個 順文的 這個當上在那裡也不對啊 也遺憾啊 結果的時候 我們 故意給人家 還要叫人背 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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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我們文化局長 還有我們新聞處長 我們兩郎所有這些官員 我們會知道 業務咨詢 繼續 我們下午2點開始 好 休息